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這門課呢叫做孔子 然後有個冒號叫社會學的研究 我想你上課大家很少看到課名有冒號的 我本來也不想用冒號這個字 不用冒號叫孔子的社會學研究聽起來怪怪的 孔子什麼時候做過社會學研究 那如果你又不用用了冒號 人家覺得你在幹嘛 我幹嘛我告訴你 就是我要講的是孔子 但我是從社會學觀點講孔子 就這麼簡單 但是你如果一個課名叫做 從社會學觀點講孔子 聽起來也怪怪的 所以各種怪怪的決定 那乾脆就選擇這個現在目前是怪怪的 那這門課我教了好多年 也不是教第一年 今年決定要錄影 錄影不是說我已經到了一個很成熟的境界 不是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已經到了 要開始認識孔子的時候 但是大部分人都沒有 都沒有用這種錄影的方式 上課的方式好好研究孔子 一堂課一個學習課好好研究孔子一下 那我是不是研究孔子最好的人 絕對不是 我坦白跟你說絕對不是 但是我是勇將 我就像廖化一樣的人 蜀中吳大將廖化做先鋒 或者拋磚引玉 拋磚的另外一個壞處是可能砸了腳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帶起一個研究孔子的風氣 不管從哪個學科 孔子是中華文化很重要的人 我這邊聲明一下 我以後講的中國都是中華文化的意思 我這樣跟不講政治 所以不要以為我講到中國的時候 想的是現在的政治上的東西 不是 那我那時代也習慣講中國是講中華文化的意思 跟你們這代人的語言習慣不太一樣 我只講這一遍 你不要到時候覺得我在替什麼人宣傳 我不是的 我甚至不是替孔子宣傳 你唸一下你就知道 OK 我們只希望能夠把孔子當做一個人 歷史上活過的人 好好的看看歷史上有什麼記載 我們能夠從他身上學到什麼東西 所以這張課有這樣子的簡單的意圖 那現在海峽的對岸 大陸開始對孔子很重視 對儒學很重視 但是政治上提倡的東西都要很小心 政治上提倡的東西都有他政治上的目的 我們沒有政治上的目的 我們就是一個純純學術的目的 來認識這麼一個人 如果剛好跟他的政治目的符合 並不是表示我要為他服務 如果跟他目的不符合 也不表示我要打擊他 沒有這個意義 你知道從孔子以後到這個時代 經過多少政權 那些政權都不見了 不管支持孔子的反對孔子的 可是孔子還在 你不要小看這種力量 不要小看這種力量 一個打不倒的力量 孔子那時代還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那麼大 然後這個力量呢 是我們在這個中文世界 最容易接觸的資訊 其他人要學中文很困難 我們到這個階段 不管你從大陸來台灣 在台灣途中組長 這個階段你要認識孔子 是你在所有的課程裡面最容易的事情 因為大部分東西你看得懂 文言文可能對某些人難一點點 但是你只要努力 你能突破的那個程度 會比一般外國人來得容易 就像我們要去看外國的一些古代經典 真的很不容易的 你要學希臘文 去瞭解聖經 學這個拉丁文 學什麼古代的亞蘭文 去瞭解聖經 都不容易 但是你要用中文瞭解孔子 相對而言 相對於前面的而言 是相當容易的事情 這麼容易的事情 我們都不做 你去做那困難的事情 我就想不懂為什麼 好 那我順便先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可以開這門課 不是所有老師 都可以開所有的課 只有美國有一個制度 我們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書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的title 叫做University Professor 這翻成中文一毛錢價值都沒有 叫大學教授 大學教授這算什麼 哥倫比亞大學私立大學 美國好大學都私立大學 這有歷史的原因 那那個University Professor 全各大沒有幾個老師 是中國的那個德國諾比爾獎 李正道他是 那我的老師叫Robert K. Merton 一個社會學校他也是 這個大學教授是什麼特權呢 這個大學教授可以開他 所有想開的課 學校不能夠妨礙他 他所有想開的各種課都可以 我們在台灣 大學教授某種程度也可以這樣做 只是有沒有學生而已 他那個不管你有沒有學生 你是University Professor 不要忘掉就是對學者的尊重 我們在台灣 看不到對學者的尊重 教授也都不放假 就是一個最少的 放假不是說我們就躺在家裡 然後在那邊坐在 坐在客廳裡面 大家叮咚叮咚來送禮 老師教學快樂就送給你茶葉 老師你喜歡吃點心就送給你月餅 老師這什麼的不是這樣 我們老師基本上是責任制的 很多人看我們在放假 我們在放假 我們在做學術研究 你看不到的 我努力的時候你看不到 我發表成果的時候你看到 那請問我發表成果之前 我得做多少努力 像我開這門課我得看多少書 我就講一下我為什麼可以開這門課 第一個我從來沒想到 我在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你要告訴我有一個人穿越了回去 然後在我的旁邊告訴我說 欸孫中心我告訴你啊 你將來三十年後四十年後 你會開門有關孔子的課 我一定覺得這個人神經病 絕對不會認為他是來自星星的誰 這樣 而且那個人大也不會那麼帥 我一看那時候我們也不搞 我們也沒有那種穿越的想法 你們現在到處都有穿越的想法 是有點有點搞怪的事情 好我完全沒有想到 甚至呢在大概十年前 我都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可是有一天我忽然間 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靈感回來 我忽然想到我們 我們到底教書到底要幹嘛 這跟我老師在 等一下我要講到這個老師 在三十年前左右 告訴我的 問我的一個問題是有關係的 他說 學生學生你當學生當了很久 現在你回來當老師了 請問一下 學生的生是什麼意思 你要教你的學生什麼東西 那教社會學啊 我就教社會學 那社會學為什麼要教社會學 那我學社會學嘛 我老師覺得我這個學生笨了 沒有想到答案還當老師呢 學生學生生是什麼東西 然後後來呢 最近呢有一個人傳一個東西給我看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網路上很多東西就這樣 但是蠻感人的 我就講這感人的故事 我不講這故事是不是真是假 他說呢有一個納粹的這個 集中營的倖存者是一個猶太人 倖存者逃到了美國 當了中學老師 這叫做中學校長 他到中學校長以後 學生學生 所以生第一個應該跟生命有關 是要讓人的生命 生活的生命的更有價值 我們這樣帶來相傳 文明才有未來 如果我們教的都是 互相毀滅的知識 或者互相仇恨的知識 那請問我們在這大學學這幹什麼 很不幸的 我們教社會學 社會學有些知識 因為站在某一個立場 所以我們會仇恨跟我們不一樣立場的人 學生學完以後 開始對某些人會義憤填膺 那些該死的 這是我自動消音的 你可以看出來 非常有錄影經驗 所以呢我們學我們這個 很多人覺得我們這些人都不快樂 有一個學生甚至問我說 老師你每次對什麼事情 都有那麼多批判 你是不是很不快樂的人 我說不會啊 我教幽默社會學會快樂得很 那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我說為什麼不行呢 我慢慢學著去看事情的兩面 什麼事情有人反對的時候 我想好那你反對他呢 那他為什麼會做這個事情呢 可是很多人一看到 一聽到這種東西不正義 你就覺得 啊這傢伙竟然做出這種事情來 這還是人嘛 我自己養過狗 我的狗最近才過世 跟我陪了13年 我覺得 是人這件事情不是很高尚的想法 我覺得你下次這還是狗嘛 真正的狗不會做出 人做的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我家狗活了13年 沒有做過一件亂七八糟的事情 我也是 也不打電動 也不看書 還是得白內障 所以各位眼睛不好 千萬不要怪這個 都打電動跟什麼看書的 我家狗啥事不幹 得白內障 所以這個可能跟我的遺傳有關 可是我的遺傳 怎麼遺傳到狗呢 你看這就是我也搞不清楚 總而言之 提到我的狗 我還是會非常難過 因為對我來看那就是家人 所以千萬不要說 你這還是人嗎 人不是太高尚的 在我看來看 我覺得狗是高尚的 狗從來不掩飾他的感情 從來不掩飾他對你的愛 從來不撒謊 人啊 呵 麻煩得很 孔子爺養狗各位知道嗎 知道孔子養狗的請舉手 沒有人知道 孔子爺養馬各位知道嗎 孔子的狗死掉的時候 他就說好好的把我的狗葬了吧 我們看有機會講一下 孔子跟動物的故事不多 我覺得蠻可惜的 那跟生有關係啊 學生學生學了什麼 如果你學了半天 你台大閉得了業 然後也能在一個會計師事務所 找到很好的工作 然後你交了一個女朋友 這女朋友有一天 說他不喜歡你了 最後你就趁著有一個上午 他去上班期 你就把他給殺了 這事情發生過 今年 我們的學長 你們的學長 我的學弟 殺的時候 大家都很害驚骇的說 哎呦 他為什麼要殺人 他有很好的工作 很好學要畢業的 既然 很好工作很好學要畢業 他幹嘛要殺人 我就覺得這是什麼思想 你認為有人有很好的工作 有很好的就不殺人嗎 就你對生完全不了解 對生命沒有尊重啊 他覺得他得不到 他就不想讓任何人得到 他覺得要背叛我 我就有殺他的理由啊 所以他學了半天 拿到畢業證書 他沒學到生啊 他沒學到生啊 他學到生 就是生涯那個生 他找到一個很好的工作啊 他那個工作 你要是能找到 你爸媽一定很高興的 所以呢 我們在大學裡面 生涯很容易啊 大家現在被嚇了 好像是大學生 都找不到工作 嚇得要死啊 那我將來怎麼辦呢 你將來怎麼辦 生涯是個小問題啊 只是看你要不要辦 你真要找工作 在夜市打工也是工作啊 各位知道嗎 你要過了馬路有一家店 現在賣海南雞飯 原來呢是賣一個 和餐快餐的 那快餐呢 曾經在島之前貼出一個廣告 他要徵求一個送便當的人 還有勞健保 還有這那的人 還有周休二日的 你知道他給的薪水多少錢嗎 我們現在都被嚇22K嘛 對吧 送便當的啊 有勞健保 有週休二日多少錢 3萬5 我每次叫我的朋友猜 沒有一個人猜得出來 大家說1萬多吧 好22K吧 3萬 3萬5 對3萬5沒人做啊 所以後來便當店就收了啊 因為自己做太辛苦了 沒有人要做 3萬5工作沒有人要做啊 沒有人要做啊 所以有生涯啊 你真的要去做 你都已經覺得22K過不下去了 3萬塊 3萬5是一個什麼 正正當當工作 還週休二日呢 沒有人要做 所以生涯是什麼問題 生涯真的不是問題啊 我認為 更大的問題是 你怎麼去過生活的問題 各位很多人在大學裡面 特別是住校的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麼生活 每天斷七八糟吃 你覺得有了便利商店 你的生活就沒有問題 你便利商店 你吃完4年 你做一個實驗看看 你要像賣胖報告 那種那種紀錄片 你做實驗看看 你4年都吃便利商店 你看你能吃出什麼樣的生活來 生命來 便利商店是很便利 但便利的目的 只是為了解決你一時的問題 不是解決你長期的問題 各位對於短期跟長期的概念沒有 所以以前我擔任這個學校的 姓平會的負責人的時候 校長是名目負責人 我是實驗負責人的時候 我就提倡在宿舍裡面 一定要有廚房 每個人馬上想到說 那施活怎麼辦 我施活的消防隊 你要最大的目標是 訓練學生如何處理自己的食物 從自己的對自己的生命 跟生活負責開始 這非常重要的東西 你會知道營養的均衡 不是在吃自助餐的時候 看到什麼那個那張圖 每天要吃幾種蔬菜 那你到時候如果你到學校 你廚房你自己要 要處理 福利社就賣這五種蔬菜 那你是不是就吃這五種蔬菜 是不是就得到了真真實實的教育 飲食的教育 生活的教育 沒有 就讓你去吃 學校的自助餐 然後都很奇怪 學校的食堂 全世界都辦得不太好 我到世界上去 前幾年還去 我到德國去就特別要求 我可不可以吃學生的食堂 同學都說老師不要了 那很難吃了 我說我要了解一下 難吃到什麼地步 吃過一次 我終於知道 真的是全世界是一樣的難吃 奇怪 全世界都有補助 為什麼還那麼難吃 我沒看過監獄 我沒進過監獄 但是我看那個監獄片 那個食堂的火石 好像比監獄片還要爛 難怪那些人常常把食物 突然之下要開始打架 我覺得是食物太爛的關係 這就是生命 生活你沒有處理 各位呢 上學穿什麼 隨便穿 男的還穿人質托 藍白托就來了 藍白托下面有時候還有一隻蟑螂屍體 因為這是打蟑螂的神器叫做 我們也沒有一個規矩 你到社會上 人家就覺得大學生生活散漫 因為沒有一個規矩 生活不知道 到了生命呢 生命你比較看不出來 除非你在大學發生了什麼重要事故 沒發生事故 你大學四年就畢業 然後到28歲 你可能就像那學長一樣 處理什麼事 沒處理什麼事 到40歲 或到了50歲 你開始退休了 覺得生命沒有意義了 賺錢很容易 可是你的生命 你的心靈 你不知道後面日子要怎麼過 然後開始各種宗教來了 然後這個拉保險的來了 然後開始你就開始走向了這種 你還不認識宗教的時候 你就走進了宗教 這就是你的人生啊 不要回頭啊 你也回不了頭了 你回頭能看到什麼 那順便講一下這回頭的事情 台灣的電影跟中國的電影都一樣 大家都很喜歡回頭看高中生的時代 前幾年出了一個男生版的高中時代 這一陣子出了一個女生版高中時代 你才幾歲就往後看啊 你都不往前看嗎 你看過我們拍未來片嗎 台灣的未來 中國人的未來 世界人的未來 美國人一天到晚拍這未來片 我們中華文化的 東亞都很少拍未來片 因為拍不出未來片 我們不知道未來該怎麼想像 我們連想像未來的能力都沒有 孔子有啊 孔子想像未來我們都還做不到啊 禮運大同啊 那未來我們還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跟孔子學到很多東西 看你知不知道他講了什麼 很多人覺得只要老了就不值得了 你不知道有些老人是非常厲害的 有些老人可能是外星人 有些人的想法 像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這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但沒有人知道 沒幾個人知道相對論是怎麼一回事 我年輕的時候找了書來看 看半天也看不懂 我後來唸文主的就覺得 嘿 反正不必看懂 有人就問愛因斯坦說 老愛啊 你這樣花了一輩子研究相對論 將來下一代人怎麼辦 這老愛就不疾不徐的說 我花了一輩子研究了相對論 下一輩的人只要花五分鐘 就可以得到我一輩子得的結果 我那五分鐘還沒出現 我希望你們那五分鐘出現 所以呢學生的生啊 不應該只有生涯 不應該只有生活 但是你現在連生活都沒有 更重要的是那個生命你要怎麼去做 你這一生你想做什麼樣的人 你想完成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你們現在這一代人不像我們這一代人 我們這一代人呢 生活得很爛 政治也很糟糕 照你們現在標準 那根本就不是人活的 我們都活過來 我們抱著一個很大的希望活過來 我們覺得台灣會更好 中國人會更好 人類會更好 李運大同理想是沒有國界的 我們那時候還唸 還有歌可以唱 你們現在誰會唱李運大同邊的歌 呦 難得 你們連唱都不會唱啦 那唱的時候比較好背啊 你要背很難背啊 你乾脆用唱的啊 那個我們會教到你們 這個有關這個人類最大的影響 水修人民課不是為了你是一個台灣人 中國人 亞洲人 因為你是一個人 生還有一個最大的意義是生態 生態第一個會感覺到的就是北極熊 但他不會告訴你 北極熊已經快沒有生的任何空間了 連這個住在北京 德國動物園的努特都死了 四歲就死了 最近終於發現他得了一個什麼傳染病死的 好可愛 超級可愛北極熊 沒有人知道他為什麼會那麼短命死 我想他不死 到時候氣候變遷的時候死掉 哪一個死法比較好呢 所以這是一個生態問題 希望各位能夠好好的照顧生態 你帶來的那個飲料杯子啊 好好的分類丟掉 不要到時候就放在教室 讓人家來處理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我剛剛講的狗的問題 就是眾生的問題 你沒養過狗 你不了解什麼叫眾生 那個真的是給你有情感上的很重要的回饋 而且他不要求你什麼 那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我自己不養狗的時候 我小時候被狗嚇過 所以第一 剛才養狗有點害怕 可是沒有想到 你可以跟另外一個生命發生這樣的關係 非常純粹的關係 那比各種人類關係都還要那個 狗從來不會對你生氣的 如果是你養的狗 他對你呢你一回家他對你就那種滿滿的愛這樣 各位有機會應該養個狗 順便講一句 我那個認識一個獸醫 這個獸醫曾經想過如何改變獸型人 這獸醫就跟我聊天 孫老師你知道嗎 要改變獸型人就是很多獸型人 前提是很多獸型人沒有被愛過 所以你要讓他有愛的感覺 但是要找人去愛這個獸型人不太容易 因為我們人都有偏見啊 你想他殺了人他偷人家東西我要去愛這個人 怎麼可能 對吧 所以他說孫老師我想到一個辦法 就讓所有的流浪狗 全部分到這監獄裡面去 這樣第一個流浪狗就有人照顧了 就不必經過他的什麼12頁啊幾頁啊那個電影 他第一個流浪狗就有人照顧了啊 你就是國家給他錢啊 他反正就吃他照顧的時候 然後你不要養那兇猛的狗就好 不然這人就借著這狗越獄啦 我那時候的電影有那個六犬大盜還極犬大盜 就是借著狗越獄的 你養狗 狗呢可以給這些獸型人愛的感覺 然後牠會覺得這世間有愛是可能的 所以牠出獄可能就會 這可能性改過自新的可能性就大很多 另外碰到賣那個plant賣植物的 賣那個那個盆栽的 就說老師我覺得獸型人該做養盆栽 讓牠知道生命的力量 我碰到一個教獸型人修腳踏車的 自行車的 他也覺得你要讓他覺得他是個有用的人 無論如何 這個都是講獸型人 你不要以為獸型人的問題跟你沒關 大家知道獸型人的需要 因為大家都看到他們的黑暗面 我們很多人黑暗面 在他們出現之前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 在我們剛剛講那個學長在他沒有用刀之前 沒有人想到他是那麼黑暗的人 一個女孩子不喜歡你呢 或他劈腿你就算了嘛 再找還有嘛 你值得把他給殺了嗎 這種事情層出不窮 最近另外一個就高雄醫學大學的事情 這我就不講 最近因為那個殺人人也死了 所以就不起訴 因為他已經死了 你去哪兒起訴啊 七月過去了 你去哪兒起訴啊 七月沒過去了 你可能還可以到陰間去起訴 請包公嘛 包公厲害 好 所以就是講到這個 我的老師問我的這個問題 我的老師 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真的白天晚上沒什麼事情做 大學上課又很不自由 我們有必修課之外 還有必選課 選還能必嗎 在那個時代 居然實際當然能 他決定你什麼 你就是什麼 你還有講反 還有反嘴的餘地嗎 完全沒有 所以我們很難去選到我們想修的課 128學分找幫你安排好好的 很多課程的安排是為了老師要有課教 而不是因為那個知識對你有用 那是以老師為中心的思維來安排課程 不是以學生為中心思維 像現在這樣 老師開課 很多也是老師思維啊 像我開孔子 我有感受到全台灣 或全台大人民的同學的需要 沒有啊 我的愛情社會學可能是啊 可是我孔子應該也是啊 這事情那麼重要 這個事情是未來的 我們是通向未來的思考 你以為我是通向2000年的思考 那你真搞不清楚狀況 我大學的時候沒事做 所以每天晚上呢就認識 我就借著我的老師認識 再更早的時候我認識他 就到了我的老師愛心覺羅玉芸的家裡 這不是私書 去學古書 一開始就要從四書念起 念完一年四書 你才可以念其他的中國的經典 他教的不是中文老師 也不是那個國文老師教法 他教的是如何用古代的智慧 來啟發我們的智慧 我當時不了解 所以我沒好好上課 很妙的是我老師105歲過世 在2011年105歲啊 或者106歲 他在過世前我忽然間覺得 我好像應該這一生要做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我如果老是教那些課程 我只是一個教書將 我希望 也許做不到 我希望能成為一個思想家 我不希望成為一個教書將 我希望成為一個有想法的人 我希望能夠成為一個像超人一樣的人 能夠改變這個世界 因為我的存在 因為我的想法 那我要做這個我要怎麼辦 我就想那也許該跟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的創始人 後來當然有些人變成宗教創始人 來他們在想什麼 了解一下 所以我在好幾年前 我就自己籌劃了這樣的課程 叫做聖哲社會學 有人修過 那這門課還沒錄影過 因為這門課要 需要的知識太多了 聖哲社會學呢 我就講到全世界 世界文明上的五個偉大的人 這個很多人變成宗教領袖 這是我不贊成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個偉大的人 一個呢 因照現在我們已知的 比較多人共識的年代來講 第一個就是佛陀 釋迦牟尼 第二個呢就是孔子 第三個呢是蘇格拉底 第四個是耶穌 第五個是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最年輕 那需要知道穆罕默德是因為時事的關係 還有這世界上的人 這世界上的大部分的人 對於伊斯蘭教的普遍的誤解 還有現在災難 世界災難的根源 世界災難根源 不是這幾十年的事情 世界災難根源 是從西元六十世紀開始的 就從伊斯蘭教開始以後 其他的宗教都不容許他 所以這個根源非常非常的久遠 這不是三年兩語可以聽完的 或講完的故事 我也沒這個能力 那開了這個課以後呢 我每年開每年增加很多講義 到現在為止的講義已經大概到達六百多頁 是不是 還是八百多頁 反正很長那個門課 那我想最方便的 因為其他人我要講 大概都還沒有那麼大的準備 所以我在前幾年 好好的把論語看了三遍 我的好好的是非常好的好 我那時候已經開始教論語了 然後我這三年呢 就更正了別人的想法 更正我自己的想法 有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好好的看了書 然後這三年呢 最近一年 從去年九月初開始 因為我有去大陸 這個幫人家 演講跟教學的小小的經驗 都跟社會學無關 然後呢 大家就不小心的 誤以為我是國學專家 這真的是一個大誤會 我真的不是 我只是念過這方面的書 最近幾年又在注意這方面 然後呢 就有一次在微信的群裡面 大陸人提出來 大陸人一直幻想 中華文化在台灣 我每次都說那你來看看 如果你能看到中華文化在台灣 那真的在台灣 沒有的話那都是你的幻想 那我也不願意對這個 中華文化在台灣 這件事情做什麼評論 也沒什麼好評論的 大家看怎麼做 那他就說 宋老師你要不然 我說你們就每天 讀一段書吧 你們與其上床了 跟小朋友 自己的小朋友 講這個西洋的這種 童話故事 你為什麼不講一點 中國的故事呢 我說那講什麼故事啊 中國有什麼故事可以講 我說講一段論語吧 當然有人 這時候就退出群體了這樣 這假如神經病 那有人就很認真的 繼續問說 那宋老師 要不要你先給我們 每天晚上講一段 我們再給我們的小孩講一段 那我想人家都講成這樣了 那我能說 哎呀我不行啊 我不行啊 於是我當然不讓呢 就每天寫了一段論語 寫到今天還在寫 我大概會寫到年底 會把它全部寫完 論語總共大概500多折 照那個分類吧 這也是我另外一個對孔子 然後現在呢 我以前在2013年以前 我沒有去過中國大陸 沒有 不是因為任何政治原因 我不喜歡旅遊的人 所以也不是旅遊的原因 所有人都恥笑我 說你幹嘛中國大陸 你不去呢 我就很奇怪的說一句 我後來知道什麼原因 但當時完全不知道 我說我在找一個理由 找一個去中國大陸的理由 他說什麼理由 我說我也不知道 那理由出現了我就會知道 我現在年紀大了 越來越有這種神秘主義傾向 我年輕的時候 完全不相信這套 你真的是年輕 你到這年紀你試試看 你會不會有 結果一天我一個學長說 你怎麼不去中國大陸呢 你說怎麼樣啊 台獨嗎 我說不是 我對政治沒興趣 讀不讀 捅不捅 對我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你為什麼不去呢 你不去旅遊啊 我說沒興趣 我到了北京兩次 也沒想過一次上長城 你為什麼不去長城呢 累啊 那不去看黃河 我說幹嘛呢 我還沒要死呢 看黃河幹嘛呢 看這幹嘛呢 我上Google Map都能看到 那圖都照得比我漂亮 我講一個題外話 我一次去日月潭 住在韓碧樓 哇好漂亮 我這捨不得睡覺 照完照片 後來人家跟我說 老師你其實不必照 你在網路上搜尋 照得比你還漂亮 那我的相機 不是特別好的相機 但那個在於那種奇特的感受 我一個學長 剛好要去大陸教書 就是說我有安排演講 要不要你來講一場 我說要講什麼 他說我先告訴你 在大陸哪裡 大陸很大 是我從來沒想像到 我看地圖沒有比例尺的概念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同學我告訴你 我在台北到處走路 到大陸走路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簡單講 那個大到不能想像的地步 好 他說到山東屈腹 什麼屈腹 對啊 孔子的故鄉 那你要我講什麼 講孔子的笑跟幽默 我的課場裡面有一堂課 就講孔子的笑跟幽默 他來不來 我就說好 我就去了 就講了孔子的笑跟幽默 然後就 第二天下飛機 就到孔廟去 所以現在呢 任何地方請我演講 我到任何大陸 任何地方 台灣任何地方都一樣 有沒有孔廟啊 有我就去 幾個月前到鄭州 有的時候叫文廟 我說到鄭州 我說好 第一個我可以回老家 我老家離鄭州 兩個小時車程 我一輩子沒回過老家 我甚至沒有想過 這輩子會回老家 去拜我 從來沒見過的 爺爺跟奶奶的墳 那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故事 非常奇的奶奶 我從來沒見過他們 從小就聽 你知道嗎 什麼是一個 四面看不到山的地方 我們在台灣 什麼叫四面看不到山 那根本就不能想像的事情 外星人會降落的地方 對不對 只有那麼大的地方 美國有啊 我們在台灣找不到啊 那天 經過的時候一看 真的 市面都沒有山 那外星人怎麼不來呢 到處都玉米田 我一個奶奶墳 就在玉米田裡 總之這是題外話 到了鄭州的時候去文廟 蛤 有一個人還聽過 另外人都沒聽過 什麼鄭州文廟 文廟 孔子廟 為什麼鄭州文廟這麼特別 鄭州文廟是 次於屈服中國第二老的孔廟 什麼人都沒有 連錢都不收 麻雀都沒有 還門口羅雀 它門連麻雀都沒有 我去的中國大陸 所有地方幾乎都只有我一個人 還陪同我的人 都沒有別人 所以我現在到任何地方都 等一下這跟作業有關 我現在在策劃一個事情 看你們這些人 有沒有辦法把它弄完成 或者這idea放在你心中 好 所以這個我去大陸 或到台灣 於是我今年暑假 這是好幾年前的事情 鄭州是最近的事情 前幾天 前幾個月 我也在台灣 我到了苗栗去 把所有台灣的書院 跟孔廟給拜訪了一下 準備到台中 彰化 台南 全台灣有20座孔廟 不是只有台北有孔廟 甚至不是只有台南有孔廟 因為這個故事等一下再說 好 所以上這門課呢 我有這個年輕時候 埋下了一個種子 我從來不知道 那時候的種子 會變成什麼樣子 很多人跟我們老師學 很多人也沒教什麼 我甚至你看我現在還每天寫一段論語 寫得還蠻長的 你想那麼多人講論語了 一定要怎麼樣嗎 我沒有自己的想法 我就不會講的 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好 那一樣這門課 回到這門課來 所以這門課呢 是從聖哲社會學來的 那也希望了解孔子 然後不是從崇拜者 或者詆毀者 我們說過 我們不預設這個立場 我們就從一個 我們想去瞭解他的一個立場 不帶任何偏見的去瞭解他 然後看看別人偏見怎麼養成的 還有孔子的故事怎麼養成的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我們可以跟孔子學到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就對我們的文化資源來講 最方便的東西 所以我不是歷史學家 我的考證一定不會有歷史學家來的好 但我會看他們的書 我不是文學家 我也不是那個其他的 不管什麼家 我都不是 我大概可以接近老人家 各位有看到嗎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什麼家 就那個小朋友就寫老人家 這是一個很搞笑的那個 早餐不能吃什麼 中餐跟晚餐 那個我相信大家在網路上看到這種 非常無厘頭 但是很聰明的小朋友 這不太適合中華文化教育的小朋友 好 所以那個我會教這個 是這樣的原因 第二個是分成幾個部分 除了今天介紹以外 我們會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從受學的觀點 是什麼觀點 有哪些觀點可以來看這些事情 所以第一個禮拜那個基本問題 會介紹這些西方的觀點 中國人沒什麼特別的觀點 看看這些我們怎麼樣可以運用這些資源 來 來了解孔子 接下來呢 是這個 對於孔子的文獻的介紹 我們現在之所以了解孔子 這是因為他有很多的文獻介紹他 但是文獻呢 有歷代的文獻 所以你可以看到歷代文獻 有一個特色 這也不是我發現的 早就有人發現 中國的文獻的故事 常常是層層累創的 一代接著一代 一代接著一代 所以那孔子的故事 就從原來還蠻 蠻普通的一個故事 變成有一點神怪的故事 到了元朝 孔子忽然間降生的時候 都已經跟以前的講法不一樣 那這是哪些文獻 這些文獻你要不要相信 那是你的事情 我是從非常理性的立場 那種超乎自然的現象 那個大概聽聽就好了 那個千萬不要去相信那種事情 就像你到孔廟 你還去拜拜 求他能夠保證你能考上什麼 那個真的都是荒謬至極的事情 特別是你要留學考試 還去拜孔子 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好 那個所以這個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就介紹了孔子的生平 你別看那麼多中國人 很多人都不了解孔子是怎麼一回事 外國人來中國 第一個想到說 你在中華文化念書了 這個你一定了解孔子嗎 你們中國人嗎 就像他外國人 你當然覺得他一定了解耶穌嗎 他是伊斯蘭教徒 你想你一定了解孔罕默德嗎 其實未必 其實真的未必 就是我們常常因為太尊敬的一個人 以至於我們對他是一無所知的 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結果 所以我們會了解孔子的生平 然後還有呢他的主要思想 他的主要思想 我就不太從傳統的立場來講 我從我們社會學強調人際關係來講 這對各位是有幫助的 比如孔子的家庭生活的問題 很少人談孔子的家庭生活 那還有那種網路謠言之類的 說孔子修妻啊 大陸也有人問我孔子修妻這件事情 我就很認真的去查了一下 這事情我本來也不知道 認真查完以後我給人家答案 孔子沒有修妻 那為什麼會講孔子修妻呢 這跟現在你們在網路上亂傳謠言 傳傳傳傳傳傳傳到後來 到底誰先傳的 就誰也不知道 這差不多的意思 那孔子跟他小孩什麼關係 孔子跟他太太什麼關係 這都是這個我會提到的問題 孔子有沒有朋友 他都說你是問什麼問題 我說孔子第一天到晚 教我們交朋友的事情 那他有沒有朋友呢 你怎麼就一個人思想家 只講他的思想 不講他的生活呢 生活不是很重要嗎 一個人到現在你知道 很多老師上課講得頭頭是道 好像正義凜然 私下你發生了有些事情 你發現這個人真的也不怎麼樣的 你到現在還沒學會說 老師講話你要不要相信他 這個在孔子時代就發現了 你怎麼就人家講什麼 你就信什麼呢 你怎麼那麼天真啊 大學生不是讓你做那麼天真的人 讓你做碰到問題 你會去解決問題 碰到疑難你會去找不到解決 然後你有判斷力 你不要一點判斷力都沒有 你念完大學有什麼用啊 你學到什麼啊 學到一堆亂七八八知識 到時候你一查了Wikipedia 那比你大學四年學的還多 那你還不如念Wiki University 不是嗎 好那接下來談完他思想以後 我們要談孔子的弟子 我們現在所謂的儒學或者什麼學 都跟孔子的弟子有關係 但是老師跟弟子之間的距離很遠 弟子的境界不同 你知道的老師的東西就有 就差 這個在論語裡面都出現 我們就以後再說 另外呢弟子跟弟子之間 同門之間鬧分家的 那這個是更是屢見不鮮啊 這也不是孔門獨有的現象 只要人類團體只要到第二代 在政策上更明顯 這個回教的傳承也是一樣 然後現在數尼派跟這個什葉派 其中一個大差別就是 誰該繼承 穆罕默德的這個傳下來的東西 很多東西人類是一樣的 你知識太少 你就認為這是 某一個群體的問題其實不是 然後最後我們還談孔子身後 整個中國歷史 怎麼去建構孔子的故事 以及怎麼樣政權利用孔子 這歷史上就有兩派人 一派比較長遠的是那種尊孔派 甚至是崇孔 崇拜到一個有點誇張的地步 另外一派呢是反孔派 不是恐怖分子的孔 就覺得孔子呢就是中華文化 這個現代化的這個思想阻礙 讓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倒退幾千年 也沒幾千年可以倒退了 不要講太久 倒退九千年 沒那麼久啊 你別往上退退退退退 退到了比北京還遠的地方 別退那麼遠 所以這個就兩派人 到現在為止也是啊 要不要恢復在台灣 要不要恢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有一派年輕老師說那有什麼用啊 那都過時的東西 你還教他那個封建思想啊 第一個孔子教的東西是不是封建思想 有封建思想 那不是封建思想是要不要教呢 孔子看不起女人 孔子甚至沒提到女人 那時候看得起女人才奇怪 看不起女人我們不要跟她學嘛 不是嗎 你到一個店裡面去 他那個有特賣品 你就買特賣品吧 你幹嘛去買那超貴的東西呢 那你就啊 那個店太貴我不去 那也是一個態度啊 但我覺得 學習有幫助是比較重要的東西啊 我覺得孔子或任何人的思想 都應該是這樣 你要截取他所長 而不是因為有一個東西 他你不喜歡 你就拒絕跟他來往 你在大學學習這樣 是沒有效果的 是沒有效果的 你要兼取個價值長 好 所以我也要談一下這個問題 那當然在這過程裡面呢 都一定會談到 孔子思想到底對大家的生活 現在生活還有什麼幫助沒有 為什麼 我在大陸的這些 大概四五十歲的學生 對孔子就非常有興趣 那為什麼台灣的人 對孔子一點興趣都沒有 中國文化經過了 中國大陸經過了這個文化大革命 所以破壞了傳統的思想 台灣沒有 可是中國大陸呢 所以現在回頭來就希望能夠 從這些古代智慧裡面 尋求一些出路 所以從他們的領導開始 他們將來的小學 從幾年級念到高二 高二念到老子 從小學開始要念一些中國傳統的東西 這是他們現在會要掌握這種傳統的東西 到底什麼樣的政治意圖 我們不敢說 會有什麼效果 那要到以後才看 但台灣現在呢 開始慢慢的去中國的話 覺得這東西都不重要了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剛才學這東西 我們也不是美國人呢 我們學英文幹嘛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壞的理由 你是什麼樣的人跟你學什麼樣東西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沒有什麼太大的這種 我覺得有用的就可以學 你如果有那個智慧 你就會用它 這跟政治不應該有關係 很不幸 很不幸 所以我希望藉著這門課可以讓你知道 我從我的老師呢 學到有用的東西 在你們身上應該也是可以有用的 你不要等到我這個年紀你才能了解 那就太晚了 各位要學孔子 都比全世界其他國家很容易 我最近查一個 夷夏之變這樣的話 你去Wikipedia查一下 日本人在中國宣稱 因為中國人強調中華文化 日本人認為 中國人認為夷夏之變 從春秋戰國時代開始 就是以文化為標準 不是以種族為標準 所以呢日本人到了近代 一直認為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 因為呢清朝把明朝給滅了 漢人的文化就亡了 這是日本人看法 所以呢真正的中華文化就留在日本 韓國人 韓國人認為元朝的時候中國文化就亡了 真正的中華文化在韓國 因為中國人不是以種族為邊界的 不是以政治這樣為邊界 中國這個概念 中國概念是個文化概念 誰有這個文化 誰就是中國 所以韓國人認為他們是中國 很早幾百年前 日本人也認為他們是中國 最妙的是最近不是抗戰多少周年嗎 這引起很大爭議的事情嗎 我看到一個照片 說日軍呢在進攻到山東區域的時候 有些日軍就去跟孔子敬禮 在孔子墳墓前敬禮 沒有毀壞孔子的 我也去過的那個孔子的墳上 當然日軍有殺戮這件事情 我們就不用講了 不是表示說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我才很訝異地發現這個 這是歷史上有很多 我們不太理解的事情 他怎麼會說他是中國的 你如果認為中國是一個政治概念 那你這完全不能理解 你如果知道中國是一個文化概念 誰都可以搶的時候 你知道這是一塊很有用的招牌 全世界很多國家很多民族 在它發展的時候 都認為自己是中國或中土 各位看過魔界吧 中這個概念不要小看 不要小看 更不要小看你們老師名字裡面 有個中字 剛好就在中間 好 所以這是這門課大概要講的 各方各面的問題 這是這堂課 所以不是要你來崇拜的 也不是要你來詆毀的 是要你平靜近期的花 17個禮拜吧 18個禮拜 好好的了解這個人 希望對你這一生是有幫助的 希望你學生學生至少在學這門課的時候 你可以學到對你的生涯有幫助 如果將來你要去傳播中華文化 對你的生活有幫助 讓你知道人生是有方向的 對你的生命更有幫助 希望你知道你來這世間 不是只是來做一個配角 你有你的主角 你有你的主場的戲 你要知道你要怎麼發揮 所以這是這堂課的一個期望 如果大學課呢都只是一門課 然後剛好的你有剛好的時間可以修 那真的是太隨機了 你能夠選到這門課 你願意在這個時間點上 老師不知道能活多久 你也不知道你能活多久 我們活的時候如果能做一些 我們認為有意義的事情 沒有人的生命值得浪費 所以有下面的作業 作業你認為無趣 你都可以跟我說 老師這作業太無趣了 行啊 那你想一個有趣的作業 你可以想一個有趣的作業 取代一個我的作業 OK 好 我認為有趣的 第一個你要做的有趣 我改起來才會有趣 你要做的無趣 我改起來也很無趣的同學 這個是心心相應的 你不要以為 你寫那篇很爛的報告 老師看了會很高興的 我教了28年書了 這是不可能的 懂嗎 所以我為了要讓自己活得快了一點 我不希望改你們痛苦的報告 你的痛苦很容易影響到我 我也不希望 自己是來製造任何人痛苦的人 我不希望我是一個 讓任何人可以痛苦的人 我也不希望任何人 因為我要撒謊 這都是我這一生 立志不做的事情 好 對我不要撒謊 你要自己學會負擔你責任來 好 所以上課呢 我希望準備一段論語心得 你讀一段論語嘛 這上網就很簡單嘛 然後你讀完也有什麼心得嘛 念一下 我第一次有一次教的時候 還希望同學翻譯一下 你找一段論語 然後把它翻譯成英文 你可以找現成的論語翻譯來念 這樣我第一個可以聽出你們的英文發音這樣 然後第二個可以讓這個課 文化筆下 我希望還是能做 因為這門課畢竟跟孔子有關嘛 你覺得孔子哪句話 讀起來很有意思 你當然要選最短的當然可以了 子曰 有教無類 對不對四個字嘛 連子曰不算的話 只有子曰有教無類 只曰巧願令色嫌疑人 對吧 這都很短的話 你要真的發了神經 你就背得很長的話 那句 所以這一個 我本來要用抽籤的啦 我還想你願意志願最好啦 就這樣開始 因為孔子的 你要講孔子要弦歌不絕嘛 我總不能唱卡卡路西大賽嘛 對不對 如果這樣能夠找到一個人 把論語裡面五百多條 全部編成歌曲 那也不得了 參加中國孔子好聲音 或台灣孔子好聲音 全世界孔子好聲音 那外國人也能唱嘛 對不對 第二 要賺一些圖文並茂的孔廟參訪季 你們現在大部分人都有手機 所以可以照個像 那個做過的可以不要做 或者你要再做也可以 你看看你當初參訪 跟這個有什麼差別 參訪孔廟要找三件事情 如果你已經知道答案了 你就不要做了 因為這個實在 知道答案在做這件事情 是非常無趣的 你不知道答案要做這個作業 就很有趣 這作業你一定要下禮拜教 下禮拜我上課就解答這個答案 這個問題就沒有了 三個問題 第一個去跟孔子合照一下 自拍然後孔子在那後面 第二個抄一幅孔廟的對聯回來 第三孔廟裡面呢 被孔子罵得很兇的一個人叫宰我 英文名字叫kill me 他叫什麼呢 宰我你看宰我到底在哪裡 孔廟有廂房都有那個 你看宰我在哪裡 這每一個作業都有它的目的 我不回答這個作業的任何問題 這個禮拜 下禮拜 你寫完了 我就開始回答問題 了解嗎 這三個問題要去問 不要去問導覽阿姨 因為導覽阿姨有時候誤導你 有一年我去參考孔廟 導覽阿姨既然就認出我來 你是不是就是那個老師 你的學員都來問我 你為什麼不發一個標準答案給他們 作業的目的還發標準答案 那你去幹什麼呢 對不對 孫老師我給答案對嗎 我說有地方是錯的 第三個作業 拍照純正啦記得嗎 如果你是陸生的話 或者交換生 那你去孔廟 這更有趣了這樣 你可能是第一個孔廟 你竟然是在台灣去的 這不是很搞笑嗎 大陸那麼多孔廟 你竟然在台灣大孔廟 告訴各位一個學長發生的笑話 一個學長很認真的學長 醫學院的 很少教到醫學院的學生 醫學院的學生 醫學院的學生真的是 思維是跟我們不一樣的 你看我們現在市長你就知道 思維完全不一樣 醫學院很認真 兩個醫學院學生 來修我的課 我說去參考孔廟 他老兄就去了 他是一個最認真的 我說你去做了什麼事啊 他說老師我先去買一包牛肉乾 uneven 唷 唷 Join 唸過書的人哦 他 然後我就坐高鐵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老師不是要去拜孔廟嗎 我說對啊 那你坐高鐵了嗎 我到臺南呢 我有教你去打臺南嗎 老師不是只有臺南有孔廟嗎 你為什麼要上網查一下 全台灣 臺北也有孔廟 全台灣幾乎都有孔廟嗎 幾乎了 澳門沒有孔廟我知道 香港好像也沒有孔廟 日本有孔廟各位知道 東京有孔廟 知道人請舉手 東京有孔廟 東京孔廟你們去查一下 這下禮拜小作業 你要回答一下東京孔廟在哪裡 叫什麼名字 什麼時候見 這其實很容易 你只要輸入Google 你們現在叫你們做作業 實在有點沒樂趣 東京有一個孔廟 全世界印尼有孔廟 很多地方都有孔廟 有一本書叫世界孔廟 你可以找一下 有一個大陸的學者寫了兩大本 世界孔廟 有很多地方都有孔廟的 所以孔子是一個某種程度的 世界級的人物 那麼世界級的人物都不會認識他 你說他到處有教堂 那耶穌啊或者什麼的可以講 清真寺都有 蘇格拉底就沒有到處有 佛陀也有 所以孔子不會差太遠的 孔子至少是倒數第二 蘇格拉底是倒數第一 好第三個是 企劃一場跟孔子有關的文化創意活動 括號勤勿募款 這時候你們應該笑一下對不對 謝謝 我的課曾經被創意學生聯絡過這樣 但我不知道他們要幹什麼 所以我就拒絕加入創意學生 那為什麼叫做孔子文化相關的活動呢 我先告訴你我想什麼 然後你就大概知道沿著我的路線 第一個這個活動呢 是要振興大家對孔子的認識 不是要推銷任何產品 那好第二個 為什麼媽祖遶境可以搞得那麼大 孔子不能搞那麼大 那媽祖遶境也只是走很小一段喔 全台灣如果都有孔廟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一個全台孔子巡迴 我就準備要做這個事情 我也跟很多人講過 很多人都想孔子能幹嘛 我想這是好問題 那孔子能幹嘛呢 如果孔子不是神 我們不想把他搞成神 那孔子能幹嘛呢 你就繞勁對不對 這就是你們可以去想的事情 你放心 如果我這個事情成了 你們都可以分一杯羹 就是你將來願意把這個當成一個事業 台灣繞境完大陸也可以繞境 全世界都有孔廟 你想可以玩的孔廟聯誼活動 各位你還擔心你將來找不到事 我都去替你難過 就你要不要去做而已 怎麼做 怎麼樣發揮孔子的精神 我希望你上這堂課的時候能夠學到 然後發揮你的創意 你就設計一個活動 分組每一組人 三到五人就是四加點一 你不要說老師兩人可不可以 老師六人可不可以 不要來這套 就三到五人 你如果沒辦法分組 先跟我講 有人有些困難我知道 所以這個是文化創意活動 了解嗎 你要去設計一個 這個只要這個活動 怎麼樣讓人家認識孔子 有趣的方式 如果你還有時間 你可以失敗一次 說老師這個計畫可行 而不是只有一個企劃書 沒有任何格式 你不必去學了什麼企劃書的方案 什麼上什麼文化部 然後download一個什麼格式 不必這樣 你想怎麼寫怎麼寫 怎麼樣讓人家對孔子產生興趣 孔子哪些部分可以產生興趣 網路上有一個表演團體 台灣的 在台灣 可是這群人都不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但都住在台灣 叫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 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 你可以到YouTube上看到他們的孔子 他們的那個演出叫孔秋 莫比斯圓環是一個像八字形的那個環 各位大概上網查一下就知道 孔秋 YouTube 他們大概有個十幾分鐘的 他們那個表演 我曾經跟他們聯絡過 希望他們能夠 就是跟我這個要講的活動 看能怎麼樣搭配 我們怎麼跟這樣的團體搭配 所以呢 還有一些別的 我怎麼樣跟 不是只有八一五而已 我一直覺得八一五是太古典的舞 能不能接舞怎麼樣的 展現出孔子的什麼精神 你們現在年輕人跳的舞 怎麼樣可以把這個舞跟那個結合 然後產生意義 而不是隨便就這樣跳一個舞 這樣 怎麼這樣 然後這樣 孔子的中心身上是個人 人怎麼從腳那上來呢 對不起 最近好像看了一個什麼電影 他們是這樣跳舞的這樣 好 另外還有上課臨時規定小作業 就是 剛剛規定小作業是什麼 東京的孔廟 東京的孔廟 對 對 這是今年新的 還有一個小作業 順便寫一下好了 孔子的媽媽叫什麼 孔子的太太叫什麼 不要回答孔媽媽 孔太太 不要這樣 這不是腦記記者的題目 這是一個歷史上有名有姓的人 如果每一個偉大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女人 雖然我很討厭這句話 但是大家太習慣 那你就知道這女人叫什麼名字啊 孔子的爸爸你也去了解一下 因為理論上我認為大家都知道 孔子的爸爸是誰 這下禮拜更要教 不然後我等一下就講到 不是 下禮拜可能就會講到 孔子的媽媽不要忽略這個女人的力量 順便你如果可以的話你查一下 因為我到現在查不到 這不是必要的 鄭成功的媽媽叫什麼名字 不要說鄭失敗 是因為失敗為成功之母 這個答案我都知道過 你這種完全沒有創意的答案對我來講 對你來講可能是創意 對我來講是老套 我希望不要這樣 作業的目的是樂趣懂嗎 如果你覺得是要應付 那你就應付吧 是你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啊 如果你覺得這很有趣我真的想玩一下 然後找了四個人 然後就去辦了活動 然後在台大或在哪個學校 你去辦了活動 因為你們會經過教師節啊 教師節恐怖要會有活動啊 或別的地方可能也會有活動啊 你覺得怎麼樣可以把這活動帶起來 這跟你們未來的職業有關各位 你知道嗎 跟你們生命跟你們生涯都有關係的 你們中間只要一個人 除了一個人才 老師就吃喝不盡了 將來你去接受什麼文化講的時候 新傳講的時候 這一切的想法都歸至於 現在已經在天上的孫老師 那天上就會 呵呵呵呵呵呵 然後這個聲音嚇死大家這樣 好 那讀書新的要不要寫 我還在考慮中 為什麼考慮中 我很坦白跟各位說 教各位讀書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能讀書 有些同學呢 有沒有讀書真的看不出來 因為他們就去抄博客來網站 那你到底讀書沒有呢 你寫的作業寫的 讀信者很多人都不會寫的 或者都亂寫 讓我看了心也很亂 那我需要你去做這種 讓我不舒服的事情嗎 不愉快的事情 你顯然也不愉快啊 但是你不讀書行嗎 這就是我現在的兩難 懂嗎 如果你自願讀書 那我太高興了 你自願讀書 又希望能夠成績高一點 那行啊 我給都 通常我給同學是一樣分數 我希望各位不要在乎分數 人生最不重要的就是分數 你的想法可能跟我不一樣 但是你如果為了申請獎學金 你有其他理由你要在乎分數 你如果可以主動寫讀書心得 甚至寫得比別人多 那你要要求分數 我絕對可以給你 但是不要忘掉 在我的課堂上你是有機會的 每個人都有一個機會 因為我的老師給我一個機會 但這機會不是用來讓你偷機取巧的 是用來讓你有一次回頭的機會 我在學習過程裡面 就因為老師給我一次回頭的機會 我就變成今天這樣 如果當時老師認為我做的事情 是十二不十二的 就斷絕了機會 我這輩子就不是這個樣的人 所以這是我為了感謝我的老師 美國的老師 後來我去再去見他 我跟他提到他這件事情 他完全忘了 他說我只是做一個老師該做的事情 感動的讓我覺得 我真的很好命啊 有這種老師 我也希望將來有一天你們提到我的時候 也可以講說我真的很好命啊 有這個老師 我們要把這種好的東西傳下去 人類的文明才有希望 好 所以不要小看了 我們上這張課是有使命的 不准抄襲網路或其他出面資料 如果你真的除了抄襲 已經沒有第二條路的時候 請你告訴我 說老師我真的沒有第二條路了 我只能抄襲了 那我就讓你過 那我就讓你過 我希望你寧可不要抄襲 我也不要讓你騙我 我可以讓你過的 我當然希望跟你談一下 為什麼你寫不出來 也許我可以幫助你寫出來 或者你寫不出來 你可以講出來 因為有的書真的不好念的 真的不好念的 不是你念不懂啊 有的我也不太念得懂啊 尤其涉及到文言文中 你們有些人的程度 我的程度都不太怎麼樣 我要要求你們程度比我好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也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懂嗎 查一下就好了 但是因為可能有一個 因為我自己查的時候就查錯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犯我犯的錯誤 如果你沒犯的錯誤 我很高興啊 但我會告訴你錯誤在哪裡啊 知道嗎 老師教書有效告學生這個啊 你走到正路沒錯 但你知道走到邪路是什麼狀況嗎 那個答案只有四個字啊 只有四個字 你就要寫四個字啊 真的你一查就查到 但你不小心真的會查錯的 對於我們犯的錯誤 或可能犯的錯誤 我們要預防一下 這也是教學很重要的 不是說各位不要犯錯啊 當學生最大的特權就是犯錯啊 你如果當學生的時候 犯的錯夠多 你會當一個非常好的老師 如果你當學生的時候 從來沒犯過錯 你會當一個非常差的老師 你會認為所有人都跟你一樣 That's impossible 你如果要了解所有人 你就必須犯過錯 因為很多人是在錯的這邊 不是在對的這邊 好 好 所以這是作業要求 還有一個作業 我竟然忘了寫在這上面 我真是 認識同學 認識同學 這是我從幾年來 所有的課都要做的作業 認識同學呢 就是班上所有的同學 包括旁聽的都行隨便 你要在這學期 這個 那個是12月8號 那 這學人也不多嘛 12月22號 好了 你12月22號 教一個認識同學的作業 認識同學就是 你要跟班上其他人 班上如果 我現在不知道 因為到時候有沒有人跟我拿那個 授權碼我就不知道 班上所有人 你都要跟他談過一遍 當然有些人會跳課你就找不到 那至少你的談話的人數 要超過本班人數的一半以上 才算及格 我原來沒這個規定 我在有一個班是127個人班 做最多的人是99個人 他非常痛苦的一直突破不了100 你別小看著啊 有人後來就不來 你都找不到啊 然後那門課行最差的人是6個人 只做到6個人 那後來的別的課程就更糟糕 常常有人只做了3個人1個人 你不認真做嘛 我看著都很難過 難過不是說 因為這個作業的目的是 讓你去認識同學 各位呢 有時候來互不相識 你就找到一個位置做 這樣做了18個禮拜 你們大概慢慢的位置都會固定的 這是人的習慣 你不會亂換位置 你竟然跟一個人做18個週 然後坐在同一間教室裡 你竟然不認識他 你不覺得這是人生的錯過嗎 也是人生的過錯 就從最近的廣告學到 是過錯也是錯過 所以我希望製造一個機會讓你 我不是製造你們去認識約會這種東西 那不是我的目的 我只認識一個人 認識一個人 真的對你們這代人來講 好像相當困難 所以我不得不用這種手法 逼你去認識人 這其實不應該是這個作業的目的 如果我告訴你去認識同學 你可能就會找帥哥美女這樣 那些所謂不帥也不美的人 就不會列入你的那個訪談對象 所以我曾經 這個原來的idea 是根據那個要結婚的人 結婚的人就有speed dating那樣的 那我對的沒興趣 我覺得你應該花個時間 讓人家好好認識 你可以好好認識別人 有人真的是不會說話 但是他有別的長才 事實上如果有些人沒有長才 那這些人存在的目的是幹什麼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長才 就等待你去發現 就像你有長才 等待別人去發現一樣 我希望你藉著作業 能夠發現別人的長處 那這個作業沒有任何規定 雖然第一個 我希望你不要寫成問卷發給大家 因為這樣你沒有認識同學嘛 你只是把答案交給我 你也沒什麼興趣認識他嘛 有同學很認真啊 我不要講怎麼做的 免得你們到時候都用那個當範本這樣 你用你認為最好的方式 認識同學方式做出來 Surprise me 讓我看到沒有 我搶都沒想過的事情 這就是你的創意 認識一個人 你可以發揮什麼樣的創意 認識一個人 大部分人都覺得你們這代人 都只願意在網路上認識人 不願意在那個 也有人呢 就到12點以後 在網路上說 同學我們必須做作業 那請問一下你是什麼人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三個問題 你現在用line或什麼 然後把line都整理出來這樣 同學我希望你真真真地坐下來 跟面對面的談一下 這樣你等一下下課 這一學期的下課 課間時間 你就不必趴在座上睡覺 人生不要是睡過去的 你如果真想睡覺 當了植物人 有你一輩子可以睡 你希望那樣嗎 人生機會難得在這屋裡面 在這三個小時 希望大家學會把握 我們都真的不知道我們能活多久 彗星如果撞地球 我們都會毀滅 然後國民黨會當選 這是根據柯文哲的邏輯 你知道我這梗等了多久 你知道我每天看新聞 又等了有些梗 對啊 可惜這個將來幾千年後 人家在看這錄影 大概就不知道什麼意思 他們就得上當時的Wikipedia去查 為什麼彗星撞地球 國民黨會當選呢 你放心這會剪掉 這個不會剪掉 這個絕對不能剪掉 這代表這個 剛正部 什麼東西 這幹嘛剪掉呢 這怎麼好笑的事情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大概介紹一下 你們這學期我們會看到的書 這個書都是我 大概看的或我有的 那你要跟上你就來看 你不跟上看不了就看不了 不要有壓力 懂嗎 每個人情況不一樣 然後我們也是以中文教學為目的 所以以中文文獻為主 西洋文獻有一點不是沒有 所以各位盡力而為 好第一禮拜就是9月15號 第二禮拜就是下禮拜 要講孔子研究的基本問題 這篇課都是我在講 然後呢我會提到第一個東西 就是雅思培的這個大哲學家這本書 這本書後來有一些被挪出來 翻成四大聖哲在台灣 那個傅佩蓉老師的翻譯呢 最近有新的出版社出版 葉強這個你大概找不太到了 這是當初傅老師送我的一本書 是這個出版社 後來你在網路上可以找到另外一個出版社書 比較便宜 然後最近有例去出版社出的書比較貴一點 你上那個博客來網站什麼 就可以看到那個價錢 內容應該沒有太大的差別 你自己看一下自己經濟狀況 你如果都到主書館去借書 有好處有壞處啦 主書館的書不讓你畫線嘛 那大部分人習慣畫線嘛 第二個就是主書館的書 常常只有一本兩本 一兩個人借了其他人就看不到了 那你們現在有的人會上網路上去看那個PDF檔 那這個是你們習慣的也可以啦 我沒有特別要求 重點是看進去比較重要 你如果對英文有興趣 那原來有英文本 這是一個他沒有完成的一本著作 所以這本書現在的版本真的是非常多 以前沒有那麼多版本 那這原來是要講那四大勝者的 你就專門看 沒時間你就專門看孔子那邊 然後這本書呢 因為是1957年出版的 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這本書有點古老 他那時候在西方當時的學術界 能夠看到孔子的資料寫出這些東西來 如果我們現在教書 教不出他講的範疇 那我們這幾十年來都白火 懂嗎 你們一定要有那個想法 就像我的想法一樣 如果我教你們 你們不能超越我 你們只能在我的語意下成長 那我教你們是沒有意義的 老師教學生 這是我們跟教會 跟其他團體不一樣的 老師教學生 就是要學生能夠超越自己 不管我們擺班的願意或不願意 學生不能超越老師 這個教育是失敗的 可是超越老師 老師有時候會覺得蠻心 蠻 合得合能 要不然我教他 他能夠超越嗎 有時候會有這種尷尬的心理 好那其他的一些書都英文比較多 因為中文世界很少人注意這種 全世界的這種人的比較 我覺得這個視野都太小 海峽兩岸都這樣 香港澳門也這樣 我覺得很可惜 如果將來這個中文世界 或中華文化會擴及到世界 那我們讓世界了解我們 我們憑的是什麼 我們又怎麼了解世界 我們會不會跟西方帝國主義 這種去跟世界的連結的方式 會做出什麼樣不同的東西 這都是很值得你們家去思考的 你們的世界 絕對不會是現在這個樣 我在各位年紀的時候 就不會想到我 這個年紀的時候世界會怎麼樣 你想你們這世界 光手機的變化就有多大 等你們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如果你們沒有準備好 去面對這個世界 你們怎麼活啊 所以我希望你們有一個超越的想法 穿越的想法 你們要為你們未來 有更深層的思想的準備 我希望教了這門課 你別說這個老東西 老東西有它老東西的道理 有的老東西到時候值錢的時候 那真的誰都拿不走的 你當然也可以像那個伊斯蘭國一樣 破壞那些所謂的古文明 沒用啊這幾根柱子幹嘛 砰把它炸了 那佛像幹嘛 砰把它炸了 文革的時候發生過 你到時候就後悔了 你要了解這文明的意義 不在於那根柱子 這是人類文明的思想的結晶 所以第一禮拜大概會介紹 分成兩個禮拜介紹 另外一個禮拜呢 介紹理論包含了第一個 什麼叫傳統 tradition 這本書有兩個翻譯 其實是大陸 大陸因為在1990年代的時候 還這個經濟狀況比較差 所以台灣那時候呢 就是比較有錢的親戚 富親戚 所以呢台灣呢 常常有些書覺得很重要 沒辦法翻譯 就花了一點小錢 就讓大陸的教授翻譯了 那時候大家也授權 所以呢後來呢 中國大陸有錢了 台灣的經濟差了 情況呢也沒轉過來 就變成在台灣出版的書 大陸可以拿去再出 因為台灣的市場小 很多書呢很重要 台灣人不會看的 因為市場太小了 那大陸市場比較大 所以呢 這個像這個論傳統這本書 後來就有了這個中文一本 這個應該是大陸一本先 然後最近又有一個一本 所以這個他們有時候幾年 發現這書好賣就可以 你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另外一個講的是傳統的發明 這是一個有名的英國的史學家 叫Eric Hobbesbaum 那這兩岸也都有異本 兩岸剛開始的異本 通常都是同一個異本 後來呢 因為授權的問題 外國出版社也很賊 他也了解 我要多賺一點錢 所以我就授權給你是 全球中文版體字版 那就是台灣 然後再賣一次呢 是全球中文簡體字版 就賣給大陸 那在台灣呢 我們通常可以看到大陸的書 在學校附近有一些賣 專門賣大陸書的書店 網站上也有 那中國大陸要買台灣的書 相對於比較不容易 也比較貴 到目前還是這個狀況 所以你看你的情況 我教書呢 你看也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 中文還簡體繁體我都列 因為我的教書的目的 不是為了某一種族群的人 誰有興趣誰都可以學 我是日文韓文知道的少 不然的話我也願意列上去 另外一個呢 就是英雄史觀的問題 英雄史觀最有名的是 Thomas Carlyle Thomas Carlyle的書呢 哇這翻譯非常的多 那是一場演講紀錄 他也是少數在西方演講裡面 有提到莫罕默德的人 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這本書不太好唸 不像書名那樣 英雄與英雄史觀那麼好唸 另外一本書講神話的 叫Joseph Campbell Joseph Campbell呢 千名英雄在當時出版的時候 中文版出版的時候呢 引起很大的這個回響 你現在還買得到這本書 他講的主要是神話 那這個神話呢 常常歷史上有名的人 被神話了以後 這個神話不是那個神話 被神話了以後呢 就產生了很多的神話 那跟這個英雄史觀有點類似 你現在看這個漫畫 尤其美國式的漫畫 那種英雄 英雄史觀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這個叫漫威的漫畫 還有另外一家也開始出來 把他們英雄全部 世界的危機越來越厲害 以前一個超級英雄就能解決問題 現在整個超級英雄得主持聯盟 將來得那兩家公司打破了 還要一起來拯救世界 多過世界危機有多大 另外還有一個相關的領域 叫比較宗教學 比較宗教學有幾本書可以看 但是我們強調的不是他的宗教面 不是那個信仰的那一面 我們強調的是他的歷史真實存在的那一面 另外還有一本是社會學家寫的 一個哲學的叫哲學的社會學 這是Randall Collins的書 那他的一些寫法跟人家不一樣 他寫的書都好厚 每本書都寫得非常厚 那有關charisma這個概念 中文有時候就音譯成卡利斯 有的翻成魅力啦 有的翻成神采啦 反正有各種不同的翻譯 如果你要看這本書的這個 這個原始的那個概念 那就看Marx Weber的書 Marx Weber的中文版也有 我這邊好像少列了另外一個人的 顏克文老師大陸的簡體版 也是如果找得到的話 你要找一下大概相關的頁數 我這邊忘了列進去 所以這大概就是社會學 對於這種宗教 對於這種偉大人物的可能的理論有哪些 那接下來是講到這個集體記憶 這是比較像歷史 現在很多人也不講歷史了 用集體記憶 共同記憶 社會記憶 或者什麼樣的這個記憶來講 這個就取代歷史這兩個字 好像歷史變成是一個污名的樣子 好那這裡面呢 這個經典著作就是 Maurice Abouac的論集體記憶 這個原來是他的一篇長文章翻成英文的 那他的一本英文書呢 原來是他的一個死後的文章在收集起來的 所以這並不是太有系統 看起來有系統其實不是有系統 就是collective memory 那另外還有一個英國人的學家叫 Mary Douglas Mary Douglas呢講社會如何記憶 這也是從人類學立場來看 記憶跟社會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我們對於歷史人物呢 常常就會出現這個記憶跟歷史的問題這樣 接下來在第九頁這裡 下面那個是現代歷史學家 對於歷史跟記憶的問題 這在我們台灣常常出現 尤其到了課綱的時候 這根本就是很簡單的一個 要確定歷史記憶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可以這樣改 到後來那個歷史到時候 每一個人上台都改一次 那歷史就變得七零八歲 不會有人相信的 就是你當成課本又怎樣呢 各位不要忘了 我生在戒嚴時期 那時候只有一綱 只有一本 又怎樣 你以為讀了所有書 就會變成那樣的人嗎 歷史的軌距就在這裡 很多人讀了書 沒有變成你那樣的人 你那個當政者 或者是教育家 希望成為的人 所以這課剛一直要求 要怎麼樣的話 我都覺得那麼嚴重嗎 我們那時代反台獨啊 那台灣沒有台獨嗎 課本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課本教你台獨啊 在我那時代 那為什麼台獨人是怎麼出現的 你認為大家都受到課本的影響嗎 我不認為 一個思想到變成行動的中間 還有信仰的力量 不是一個思想 你唸了就會變成怎麼樣 你唸了什麼就會變成什麼 我們那時候 不讓我們唸馬克思主義的書 怕我們唸了馬克思主義的書 我們就變成馬克思主義信徒 甚至變成共產黨徒 那還得了 那現在我們在社會學 都會教你們馬克思的東西 有多少人變成共產黨 不是這樣 你唸三民主義 也不會變成三民主義的信徒的 我們以前一代人 就在唸三民主義 又怎樣 所以我覺得常常有些人 會很簡單的這種思想 就會變成信仰 不會的 同學 有點人生經驗你就知道了 你高中唸了很多東西 到時候考試考完了 你全都不重要了 那個沒有變成你生活 生命的一部分 沒有 所以爭那種一時幹什麼呢 沒有太大意義的 那這個雲石先生 也寫過一些相關的文章 你看這種文章比較方便 能找得到的話 你可以找來看一下 那另外還有那個敘事學的 講到這個故事的敘事結構的問題 你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也可以看一下 就在第十頁到第十一頁下面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第五週 我們要講到口觀孔子的文獻 跟真偽的問題 這歷史學家很喜歡考證 什麼是未書 假的書 不是那時候寫的 那這個有很多這個不同的說法 那這裡面比較重要的地方 要介紹幾個重要 歷史上重要的論語的版本 在圖書館現在才買得到 書店已經沒有貨 叫《無求被災論語集成》 他把它能夠收集到論語的版本全部印了 弄成一大套 能夠在圖書館有 好像在五樓 這個《無求被災論語集成》 各種版本都有 那個私人大概很難管常 測數非常多 這是在1966年台灣出版的 那最早我們能見到的這個論語的版本 是定舟大陸定舟漢幕組簡的論語 有人說論語傳超錯誤啊 什麼什麼漢幕組簡一出來發現 有很多東西跟現在傳本沒有太大差別 所以這個是如果你找得到的話 這定舟漢幕組簡 書非常小 它也不完整 第三個是唐朝寫本的《論語集結》三卷 《論語藝術三卷》 這個台北有出 這個很有趣 唐朝寫本的這個 我看到了 我記得是一個小朋友抄的 小朋友好像叫潘天壽吧 他有名字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作業 就是他抄的一個論語 所以有地方大概不太認真 所以論語有些錯字 可能他也就抄錯這樣 這個是古本的版本 那朱熙的四書極著版本就太多了 因為朱熙後來的書 被認為是一綱一本的始祖這樣 就考試中國人的科舉制度 從元朝之後好像都用朱熙的版本 一直到這個1905年 這個中國科舉被取消以後 然後後來這個講論語的人 大概都還中奉他為重要的註解 那我自己現在寫論語呢 發現在他之前跟他之後 他真的很多解釋是不一樣的 但之前的古著的解釋 應該越古的人應該比較接近孔子的想法 這是這個問題 我不太確定 因為誰也不知道孔子不復生 誰知道誰比較接近孔子的想法 但是大家都從朱熙開始 好像有了他就 就他接近孔子的想法 我個人並不以為然這樣 所以我最近每天寫論語 我會注意到別人寫的跟他寫的 看誰講的比較怎麼樣 那大部分時間其實是一樣 並沒有那麼大的差別 那這個趙順孫 1986年這重印的 四書轉述的論語轉述 那是把朱熙的其他的地方 不寫在四書集註的其他相關章節 把它併在一塊 這樣你看起來比較方便 那陳樹德的這個論語集事 就是他在清朝末年到民國 他把這個古代的一些注釋 都集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比較方便 那之前當然有一個叫做 劉寶南的在清朝末年 也有個論語集事 也是把過去幾家的集事放在一起 寫出他的意見這樣 那這個楊樹達的論語書正的好處 是他把那個先秦相關的文獻 跟那個論語相關文獻都列在一塊 這個我後來現在寫論語也做這件事情 讓你知道說 論語的想法幾乎是先秦兩旱思想的精華 不是只有儒家思想而已 而且我們講的儒家思想是後人去區分的 他那時候並沒有這樣的區分 孔子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儒 儒家是後來人說的 孔子有告訴子夏說 儒為君子儒物為小人儒 可見儒上面可以加形容詞的 你是君子儒跟小人儒 他並沒有把儒就當成是君子 沒有的 所以把孔子當成儒家 這個我想是違反孔子的意思 論語那麼多篇出現儒的字就是這一張 其他沒有出現儒的字 他就告訴你君子怎麼樣 事怎麼樣 治事人人怎麼樣 沒有告訴你儒怎麼樣 所以我不太願意講儒家的事情 每次有人說那你認為儒家怎麼樣 我說我讀的書太少 我不講儒家 你講孔子我只講論語 我讀的書比較確定 很多人都覺得這就是儒家 孔子就是儒家 所以孔子想法就是儒家想法 然後就把一堆帽子丟在孔子頭上 所以孔子就戴了很多帽子 這是一個不太好的態度這樣 接下來懸圖的紫約論語 紫約論語是我們這一門的人會看的書 記載了我們老師當時的一些論語的想法 就是這樣我們老師長這樣 我念是他的時候他大概就是這個年紀 所以這本書呢比較接近 我所受的論語的教育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去買 有人說老師要看哪一個版本 這個版本也綜合了一些其他的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郁老師講的這個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老師 愛心絕路育雲老師講論語 這個你們是一般人不太容易看這本書就懂 所以我還建議與其那個 你還可以先看紫約論語 等於紫約論語看了再看郁老師講論語 可能會比較容易懂 因為我剛剛去念的時候 我常常覺得我們老師講了一些 別人都不講的話 不太懂為什麼 為什麼他別人的解釋是那樣 那他的解釋要跟人家不一樣 我後來慢慢知道了 解釋論語有很多不同的派別 就像中國思想上 在專制時期有些話不能說 特別涉及到政治權利的事情 有些話不能說 只有隱晦地說 那這一派人呢叫做供養學 供養學強調的是公天下的 不是私天下的 那你在專制時代能說這話嗎 不能說 不能說你就很隱晦很隱晦地說 然後基本上是靠口傳的 不能寫成書 寫成書你全部 豬連九族啊 你到了這個明朝 還十足的豬頂 老師要犯罪 你們學生全部被殺了 那個誰就發生這個事情嗎 好 所以這是論語的版本 我當然有一些 我受到我們老師影響的偏見 那我自己寫論語因為還在寫 也沒有要出版 目前沒有 雖然很多人覺得該出版了 所以那個部分我就沒有給大家了 還不夠成熟 很多人都說可以出版了 你寫得很好啊 謝謝 我寫得好不好 這個我自己知道 好 那另外還有相關的字典 這個我們那個時代 你們現在都什麼事情都上網 上網有好處就是方便 別忘了方便的好處就只有方便 方便的好處不表示你能得到該有的營養 很多東西還沒上網 所以各位要學習會看書 我希望你們這代人真的要學習看一下書 尤其這種古典的東西 現在有很多方便的地方 所以像論語詞典 你能找到的話給看一下 那不一定表示說詞典編得比較好 但是你多方的查考 那孔子的話不只是在論語裡 而論語也不是孔子的著作 論語是學生在孔子死後 懷念老師了覺得老師講法有幫助 有益於後來的人 所以我們就坐下來把這書給編了 但是這個最初的版本是怎麼樣 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講 論語是怎麼形成的 所以等到後來我們現在知道的版本 離孔子想法到底有多遠也不知道 所以論語頂多是可以想見 他的學生想要呈現孔子的樣子 並不是孔子自己想要呈現的樣子 那另外還有孔子家語 是孔家的人 孔家的人 這也在魏京南北查的時候才會弄出來的 然後有人說這本書是偽書 有人說這本書不是 尤其現在發現了很多新出的竹簡 發現跟這個講法沒有太大差別 所以孔子家語最近又被重視 加上這個中共的這個領導人 這個有一次到了區府也說 我最近要看 我應該好好的看看這兩本書 這兩本書中間有一本叫做孔子家語 所以這本書就爆紅了 他會不會看我不知道 但是這本書爆紅是事實 在台灣研究孔子家語的人不多 因為覺得這是偽書 傳統的認為這書不必看 這假的 那孔子家語確實有很多抄錄 當時其他文獻的地方 但當時沒有版權 當時看書也不像現在那麼方便 所以看到一篇好的東西把它錄下來 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所以其實也保留了一些有趣的文獻 我現在常常也看到孔子家語相關的東西 那有關孔子家語的注釋 但是至少我知道有這一些 可能還有 是我不知道 那另外一個是孔子集語 孔子家語不完全是孔子的話 孔子集語就是完全是孔子的話 因為有些孔子的話收在論語裡面 有些孔子的話出現在孟子裡 不出現在論語裡 有些孔子的話出現在巡子裡 不在論語裡 有些孔子的話出現在莊子裡 不在論語裡 所以魏京南美朝以前很多文獻都記載孔子講的話 論語並沒有記載 你當然可以說 那都沒有記載都假的 說什麼事情都假的是最快的事情 你知道嗎 但最不服責任的事情 你怎麼知道它是假的 所以這個我建議大家可以看一看 因為有時候判別真假 我們該用的方法 在現在用的方法 在當時已經找不到 比如說我們可以去查 有沒有這回事 現在查不到有沒有這回事 但你大概只能從思想內容來看 他表達的是不是同樣的想法 以論語為主 但是假如他的想法跟論語不一樣 難道論語就對 其他的想法就錯嗎 難道一個人不能有 前後不一致的想法嗎 我活到那麼大的年紀了 當然只是比各位大 我活到這種年紀 我自己的想法就有些轉變了 我年輕的時候有些想法 你能拿他hold it against me嗎 你二十幾歲的時候說過什麼 那是我二十幾歲的時候想法 我現在已經不是二幾歲的人了 所以各位現在的想法 會是你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想法嗎 未必啊 常常不是啊 常常不是啊 這人會成長 所以思想會變 所以假如根據這個道理 那孔子講的想法 就從來不會變嗎 那哪個是他後面的想法 哪個是他前面的想法呢 這有時候要判斷上就有點困難 因為某種程度 必須根據你現在人的想法 你認為孔子是個什麼樣的人來決定 所以這孔子給予 在這個宋朝的這個薛劇的版本 現在已經很難很難看到 大部分人看得到的是 清朝的孫心眼的 是我們的家族的前輩 孫心眼編輯的孔子給予 把這個其他書裡面 只要不涉及怪力亂神的孔子的話 全編起來 這本書到現在為止 也沒受到太多的重視 因為覺得 哎呀 這不就是超的嗎 可是論語不也就是超的嗎 你要講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 這個其實可以再重視一下 然後另外呢 當然你看這個 中國大陸人編的 台灣現在沒有人在編這種東西了 周三跟達號編的走進孔子 論語外孔子語錄精選 孔子其實就出現語錄 但是那個語錄呢 是大陸人很喜歡用的這種東西 台灣前一陣子也有什麼 超易尼采 也就是把那書就講他 可是我們在做學術研究 最好不要斷章取義 因為你不知道他講什麼 你就錄了一段很好聽的話 我都課上了網以後 也有一個好事者 把我做了六頁的語錄 孫老師愛情社會學語錄 我自己看完都感動到流淚 我想這人真是睿智啊 講出這麼多話 一看是我的語錄這樣 感動到不行啊 好 那這個 因為吳龍輝先生 變成孔子語錄全編 就是把論語 把這個其他的論語 孔子出的地方 還是孔子給予 全部擺在一塊 那這是一種做法 那接下來十三頁 有一些 楊毅 錢穆先生有先秦諸子戲年 錢先生的書 你只要不是念中文戲的 不是念歷史戲的要讀起來 在你們這台有一點點困難 有一點點困難 有一點點困難 我那時代就已經有點困難了 不要講你們這時代 但是他的書呢 現在慢慢是要重視 因為他是勤勤懇懇在做學問的先生 所以這個你們有人有興趣 有能力是可以看的 那我最近發現這個一位 楊毅先生的論語還原 第二策講那個 論語的這個 孔子年譜跟論語的相關 他的資料查得非常的豐富 搜羅非常豐富 是我現在覺得蠻不錯的一本書 《論語還原》 這是簡體字的 那還有一些字典 張戴倫先生編的孔子大詞典 孔子百科詞典 這現在不一定好買 大陸書就這樣出現一陣 你不買就沒了 那我們在台灣買得到的是 這副片有老師編的 得年輕出的 這你要買還買得到的 他分了幾個條目 說總共628條 包括歷史背景64條 人物138條 典章制度43條 紫月思想183條 成語200條 這個尤其人物 剛開始讀論語 你不知道誰是誰 這個有時候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譬如說第一篇叫做 紫月學而是一之不義約乎 有不存在人不義樂乎 人不則不義不義君子乎 第二篇是有紫月 第一篇沒有啊 第二篇怎麼會有呢 這是賣西瓜嗎 這是有紫西瓜 那是無紫西瓜 你不要小看這個 有人就說很困擾啊 那有紫是什麼意思啊 沒想到 有紫是一個人 那他那麼重要嗎 擺在第二句 這就有 後來就有很多人論戰了 這也是沒有定論的 連考不考的 我最近學到 你們的什麼歷史課 只要沒有定論都不考 那真的歷史課都不必考 因為都沒定論了 你到底念歷史課你就知道 沒定論的 你的目的就是來寫個翻案文章 你念歷史課就是寫個翻案文章 然後到時候你的說實論文就出版了 什麼什麼什麼論 然後把前面的三個講法 四個講法全翻了 你就是歷史上出現新人 江湖歷史江湖上出現的新人 你是最好選一個好的配樂這樣 你出現的時候跟人家不一樣 跟布袋希一樣 好 那有孔子歷史地圖 到底周遊列國走過什麼地方 我一個朋友跟大陸人聯絡 說要做一個孔子周遊列國的這種復古版 讓變成一個旅遊路線 這個他跟山東省旅遊區 跟河南省旅遊區 據說都有聯絡 好 這是這個孔子的文獻 我們大概知道文獻以後 就比較好知道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那接下來一個部分是有關孔子所處的時代脈絡 孔子處的時代是春秋時代 孔子是睿智到不行的人嗎 我們現在可能把他認為是聖人 所以好像只有他了別人都沒有 那孔子之前呢 孔子的教育是誰教他那麼睿智的呢 孔子之前本來就有一些睿智的人啊 中國歷史上 像有一個人叫燕英啊 個子不高的那個人叫燕子 他有燕子春秋 雖然那本書有人認為是比較晚出的 不過這不重要 你燕子春秋裡面充滿了這種 跟孔子類似的話 作為一個臣子對於這個 國王的這個見爭的話 那這個孔子呢 在孟子時代說他是聖之實者也 孔子是集大成 那這個大成是哪些人 孔子集的哪些人的話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孔子出現 然後前面的人呢 孔子的前輩們常常被忽略掉 有點可惜 這個如果有機會我們稍微說一下 那很多人的二手文章 在這裡這個禮拜都會提到 那不是我所有的都看過 我只要提醒你一下 有這樣的東西這樣 那接下來一個禮拜 第七週十月二十七號 要講的是孔子生平故事 跟其成疊累創的這個情況 那孔子的傳很多 也包括小學生唸的啦 外國人唸的都有 那我們在台灣大概最好的就是 前沐先生的孔子傳 這個不參料的 然後這是紮紮實實的考證 但是也就是這樣 所以可能不太好唸 那這是台灣的版本 那大陸呢出過這個 繁體字版 新教本也有簡體字版 那所以這個版本你能看到都差不多 新教本大概會改一些錯字了 內容應該沒有太明顯的改正 所以這是孔子傳 還有一個三明書局的東大的版 所以孔子傳 因為不同的印法就不同的版 我沒有蒐集所有的 那這個大概算是 如果你讀書信都要寫 可以從這本書寫起 因為其他的書可能就加油添醋了 所以你看從四頁有那麼多那麼多 這還不是完整的喔 那麼多那麼多有關孔子的故事這樣 那我們在講的時候 會以實際孔子釋迦為基準來講 雖然前沐先生跟很多人都認為 孔子釋迦有些記載是不正確的 但是那至少是個記載 如果不正確我確實知道的地方 我當然也會講給各位聽 那不然的話我們就以那個為一個基準 那十五頁這邊講的是外國人講的孔子 大部分是有中文翻譯的 就擺在這裡 那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一本 是白川靖 日本的一個漢學家 所寫的孔子 這本書蠻奇特的這樣 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從日本人眼中看的孔子 是什麼樣的孔子 那孔子也有寫成小說的 景上靖的小說 台海兩岸都有一本 就叫孔子 他們怎麼用小說的方式來展現孔子 那電影就有了 電影也有 大概我們現在比較知道 是周潤發演的那部孔子 然後是由這個周迅演的那個男子 那論語裡面大概出現的名女人 就是男子這樣 林語堂先生在翻論語成英文的時候 就把男子翻成Nancy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故事 那接下來孔子的思想 我們第一個要談到 他所謂的唯學跟德性的問題 那這個相關章節你都可以看 那有一本書 台灣有出版 胡楚生先人編的 心意論語心編解譯 那現在論語是按照 傳統的篇章來的 沒有根據主題分類 中國大陸也有書 是根據主題分類的 那台灣這本也是根據主題分類的 那像錢穆先生的孔子傳後面 也有把論語裡面 根據主題分類 所以那都是幫助你去了解 孔子是怎麼講 但是哪一個條目在先 哪個條目在後 我們大概除了這個 論語的篇章的順序之外 有時候很難知道 沒有具體歷史事件 很難知道 孔子在什麼時候講那句話 所以這個是比較大的困擾 那第二個部分呢 第九週要講的孔子思想 是他講父子君臣夫婦 跟朋友的關係 這部分呢 大概是論語裡面的大中 然後第十週要講孔子的思想 講到禮樂跟幽默 我就會把我那個孔子論 孝與幽默拿出來 大概一個小時可以講完 這樣 那另外禮樂的部分 就特別提出來 禮樂是什麼 一回事 第十七頁就是孔子的思想 他的理想跟終極理想 在論語裡面 如果你要問我 我認為論語裡面 對我影響最大的話 或最喜歡的一句話 是哪一句話 我最喜歡的話 是孔子說的 孔子跟那個 言冤紀錄四 子曰 何個言而至 言冤跟紀錄兩個弟子 在旁邊陪侍著 孔子說 對 這段話非常好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為什麼 孔子說合格言而至 那談談看你們的志向吧 你們從我這畢業以後 你們家想幹什麼 就像我剛剛提醒各位同學 你們這一生想幹什麼 合格言而至 我們現在到大學中都沒有至了 老師也不提倡學生去想的至的問題 那我覺得至是非常重要 好 合格言而至 子路呢 因為年紀跟孔子比較接近 然後這個莽夫 曾經臨抱過孔子 那孔子後來就是說 說學李月把它給安撫了 子路什麼都不讓人 馬上就說了 願車馬一求 與朋友共 避之而無害 我要有那跑車超跑 我都會給我朋友開 要死他 誰要拿誰拿去 好的大衣 那個流行的衣服 誰要穿誰穿 穿壞的也沒關係 你看一聽就是江湖大哥的這種氣勢 對吧 好 言言呢 願無法善 無失勞 那講話口氣都不一樣 子路講話像廣東人 大聲 或者像大陸人 我們台灣人就覺得大陸人講話很大聲 我們台灣 那言言就像我們台灣人 講話一休息一休息 願無法善 無失勞 為什麼講話那麼小聲呢 因為他平常吃不飽啊 對吧 一單是一瓢飲嘛 那哪吃飽 那根本就節食狀態 願無法善無失勞 我希望不要誇獎自己的好處 然後那個做了什麼功勞 我也不要跟別人說 你看就這麼一個德性高少的人 然後後來就問說 那老師你講 聽了我們的那怨文子之志啊 老師呢你想幹什麼呢 孔子是想說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 這是孔子的大同事件 我們現在老者有安之嗎 任何一個時代老者有安之嗎 現在啊有退休金 退休金政府能發什麼 什麼時候不知道 現在銀髮族事業 各位知道台大新成立什麼 老人學成 還是老年學成 希望照顧這個社會上老人的問題 老人問題不是只有台灣也有啊 大陸也有啊 日本也有啊 全世界都有老人問題啊 所以我曾經提議過 把台灣變成東亞 我們不敢講世界了 東亞的養老島 台灣的未來希望在這裡 為什麼 第一個台灣的空氣相對而言 比較好 台灣的天氣相對而言 在東亞的客觀相對而言 相對而言比較好 台灣的人相對而言比較好 相對而言啊 不是絕對 台灣的飲食相對而言比較好 這句話要講得小聲一點 因為最近黑心產品蠻多的 以前大家都說 大陸什麼地溝油什麼的 沒講話講沒講多久 我們就馬上 所以這個要講 所以台灣有那麼多好的地方 然後基本上被大陸人認為 我們這邊溫溫額牙怎麼樣 那也許我們變成養老島 很多大陸人或很多亞洲人 別的地方天氣太嚴峻 我們台灣的天氣基本上還可以 也許做一個這個方面的事業去推廣 在東亞 也許這是我們的活路 第一個不污染 完全不污染 這沒有什麼引進什麼工廠 然後怎樣 第二個這有錢賺的 你如果養老事業做得好 那些人就把他推薦帶來 這就是台灣的財富 然後台灣有更多亞洲人在這裡 這就是安全的力量 誰打我們台灣你試試看 韓國人不跟你蹭嗎 日本人不會對你怎麼樣嗎 如果還有其他什麼國家 很多大陸人住在這兒 你敢丟炸彈嗎 你飛彈敢飛過來嗎 都在這兒啊 你打到你自己人啊 那我們和平啊 我們不用跟你打仗啊 我們就是照顧全世界老人 包括我們自己的老人 那怎麼照顧 很簡單啊 很多想法很簡單 今天先講一下 台灣不是有很多學校嗎 現在少子化嗎 很多大學很多都要退廣嗎 一百六幾家大學 那零頭都要退廣 六十幾家大學要退廣 六十幾家大學就有多少土地啊 你把那個大學 尤其後面的大學 通常的宿舍都蓋得不錯 都有殘障設施 對老人方面 你把那個學校改成養老院 養老院呢 不要忘掉 不是老人獨居 或老人隔離居住 這是非常不人道 老人該跟其他人在一起 尤其要跟小孩子在一起 很多人不願意去看老人 因為老人囉嗦 但是呢 如果你一天 或者一天 只要一天 晚餐的時候 跟老人在一起 這可能都是你我可以忍受的 日本呢 就有一個養老院 非常聰明的 想出這個辦法 把他們養老院的一層 租給大學生 房租跟學校一樣 還免費提供你一餐晚餐 只有一個條件 你晚餐得在養老院吃 每一個 每一桌養老院的老人 負責一個年輕人 坐在那一桌 每天輪流 你不必坐同一桌 就像speed dating 今天你坐這一桌 夏天你坐那一桌 老人每天等著跟年輕人吃晚餐 那個人不是他孫子 可是他希望看到年輕人 他的那個 每天活得非常有目的 今天不知道哪一個人 要來跟我們坐這一桌了 老人非常快樂 年輕人也有 正式的晚餐可以吃 身體會比較好 還有照顧到老人 至少也慢慢的 從老人的身上 了解到老人的情況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很好的安排嗎 為什麼要把老人 只有老人怨的是老人呢 所以現在新的觀念是 老人是住在社區裡的 老人不一定要跟自己家人住 但是老人要跟人住 如果我們現在很多的 那種社會住宅的觀念 還是那種年輕人住在什麼公園 那這都太落伍了 你現在的觀念應該是 年輕人老人 只要是社會福利服務的對象 都該住在附近 然後最好要給他一個大的 這種餐廳食堂 讓他吃的沒有那個擔心 然後老人如果住在學校裡 你想想看 現在學校都有操場都很大 第一個基本上安全 空氣也好 如果還有小朋友 小朋友坐在裡面也好 老人每天看著小朋友 他會很高興的 就算不是他的孫子 他也會很高興的 更何況還有一餐可以吃 三餐都吃 然後有一餐是由外面的人來 跟你住在一起 你的家人可能都做不到這服務 但是彼此可以相互照應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年輕人也可以在這個社區做事 也可以到別的地方做 哨著懷之 你就不用擔心 沒有人看你的小孩 你有一堆爺爺奶奶幫你照顧小孩 這當然是前提是 那些人的身體狀況都還可以啦 但是很多老人身體狀況其實是可以的 你知道嗎 我慢慢走向老人的這一階段 因為我上捷運都有人讓座 尤其我戴太陽眼鏡以後 人家更看不出來我的年紀 爺爺讓座 我就謝謝 坐下來 就把那個櫻桃小丸子爺爺的聲音 看模仿一下 人家都那麼禮貌嘛 能怎麼辦 所以這終極理想 這終極理想也希望你們 帶動你們去了解你們的未來 如果你們有能力 你們希望建立怎麼樣的一個理想社會 孔子提供一個藍圖 那照你們來講 我剛剛也提供了我的簡單藍圖 有一次有一個單位 只有15分鐘給我演講 我就講這個 老澤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 在台灣我們可以怎麼做 完全沒有提到任何藍綠 誰要做都可以做 我說那你要打破 現有的社會住宅的概念 他就買一塊土地 然後蓋這便宜的房子讓那些人住 我說這都落伍了 你就是用利用現有的 連錢都不用怎麼花的 全國來統一一下 現在中小學都有很多空地空房子 你如果把這個當成是一個 廢棄的就沒有用 你如果能夠把它再生利用 那這就對大家 每個人能安居就能樂業 然後那個業你不要想成是那種 一定要是在電子業 然後能發多少年徵那種業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 我們讀書不是只有寄一堆知識而已 我們讀書最後還是要想到 如何可以加匯我們的社會 這是我這堂課的另外一個目的 所以為什麼這裡要談到 理想跟終極理想的問題 為什麼你們要做那個作業的問題 因為你們在規劃的是你們的未來 你們的未來好的話是人類的未來 那我們在台灣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做這件事情 或者任何看到這個錄影課程的人 都是可以做這件事情 這是為整個人類來著想 而不是為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地方來著想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部分 是孔子跟他的弟子的關係 跟他的門徒 這個一般講的比較少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是一個教育團體 我們在學校教書 其實我們可以從孔子跟弟子的關係 跟弟子之間相互的關係 學到一下這種人跟人相處的關係 這邊有一些二手研究 還有我認為有一些很重要的觀念 弟子在了解老師的時候 會產生的誤解 這跟各位上我的課 有的時候只聽到 知智片語 一樣的會有誤解 一樣的 雖然這本課有錄影 但是你知道錄影 你可以重複看 重複聽 你可以確認我大概意思是什麼 你們在現場的很多人 就這樣一瞬間就過去了 沒有回頭的 然後有時候你就打了一個盾 或者你就發了一個呆 等到聽到說 老師剛剛講這句話 你不知道我那句話 前面的一句話還有一句話 所以這個時間的流 有時候是很可怕 有個錄影有個好處 那壞處就是 我還是講錯了什麼 你可以不斷地重複 不斷地重複 跳針跳針跳針 叫我老師 不能叫我姐姐 那維西南美朝以前 文獻中孔子形象 有這麼一本書 這本書好像沒有重印的 也好像沒有繁體字版 我覺得有點可惜 他花了很大功夫 這幾位先生 把這個先秦 周秦漢 文獻孔子的想法全部收集在一塊兒 這個已經造成了很大的方便 也沒有任何註解 有點可惜 就孔子講過的話 你能找到的都在裡面 那第十四周 是孔子思想的正點話 那講到這個論語思想史 我最近這種書出的很多很快 你知道嗎 今天我才在書店買到這本叫做 日本人寫的 《京田左右集》所寫的 《論語孔子思想》 那麼 這一學期看完一本就不得了 不得了 日本人寫的 《論語孔子思想》 前部先生也有一個《論語孔子》 所以這個 《金融病包》吧 你就多看看 好 那這個 《孔子思想》怎麼樣變成後來的正點 變成是很重要的 像《聖經》一樣的文獻 在古代經典裡面都有這個過程 《佛經》也是 什麼樣變成正式經典 你看這個達文西密碼那個電影 也多多少少告訴了你一點點 《聖經》是怎麼完成的 這都不是天上就掉下來的 雖然有些教會告訴你 這就是上帝的話語 根據這個的話 那你去看看 《聖經》裡面不是上帝的話 都該刪掉了 那《聖經》就變成比較小的一本 所以在教會裡面 《聖經》有所謂紅字版 紅字版就是裡面 只要耶穌講的話 上帝講的話 全部用紅字來列印 那你只要留下紅字就可以了 黑字全刪掉了 所以你也不能這麼嚴格的來看 不然的話 你說《聖經》都是上帝講的話 那很多話不是上帝講的 那刪掉吧 那你這樣人家就覺得你這個人討厭 那只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 不要太認真去對待 那這個歷來也都有很多人 在研究《論語》的歷史 研究《論語》有時候跟研究孔子是不太一樣 然後接下來有一篇英文的文章 在十九頁這裡 這個人講到這個 illustration of the life of Confucius 在明朝末年的時候 因為印刷書也發達了 將來的這個市民經濟起來了 那希望能夠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來推廣孔子這個人跟他的思想 於是呢就開始仿效 佛教徒講這個佛祖的故事 編了一套書叫做《孔子聖基圖》 我拿了這本只是比較方便的本 我到時候會拿幾本來給你看 《孔子聖基圖》呢就上面畫一個連環畫 下面就講到孔子的事蹟 用簡單的文言文寫 非常簡單 然後這個現代版本呢 加上了翻譯 這是中國大陸出的 台灣好像對這個書沒興趣 很可惜 然後這裡大概有三四個版本 我大概都找到了 那也有現代人在重新畫的孔子的故事 變成多少 一百零八個那個漫畫 一百零八個的漫畫或什麼樣子 那裡面包括真真假假的東西都有 這就是孔子的這個被 他的生平被盛化的一個過程 看這漫畫還蠻有意思的 這外國人就研究這個 12月29號第16週 就孔子孔甫代代相傳的世襲化 我個人覺得孔家將相傳 絕對不是孔子的意思 孔子是要打破血緣的鄉承 孔子是相信有賢能的人 有才德的人是應該被重用的 而不是因為有血緣的人 這是孔子在春秋那個時代 他的一個重要的 非常接近現在民主的想法 可是歷來呢都沒這樣做 也不好這樣做 因為那些天子都認為自己有天命 孔子認為自己沒天命 那後來的這個政治人物 這個朝廷都要利用孔家的人 因為他們是道童 在那個宋朝的時候 南宋要逃的時候 第一個要帶的人就是孔家的人 因為他是 我們現在台灣話叫神主排位 國共內戰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叫蔣總統 你們現在叫蔣介石 到台灣來第一個要帶的人 就是孔德成 他的傳記最近出來了 孔德成先生傳 如者行 我們小時候他都是 今天又到了孔子 一年一度的孔子誕生紀念 由孔子77代孫 孔德成先生擔任主機關 都會講到他 那現在是他的孫子 他的兒子過世了 也當過一陣子 像他的孫子 叫孔垂常先生 是擔任大成奉詩官 那時候國民政府 對他們家的人 都有編薪水的 大成奉詩官是個官名 在民主時代的一個封建官名 非常尷尬的 後來孔德成先生就覺得這樣不好 孔德成先生當過台大中文系 還是歷史系的教授 教禮記還什麼的 那後來他的兒子不太成才 在我們當時還鬧了一個醜聞 各位在網上可以查得到 孔子的後代考不上大學 要保送 你就輸入孔子後代保送 你就可以查到那新聞 結果嘩然 在那個戒嚴時期都嘩然 說憑什麼他們家人就保送呢 他們孔家呀 那是孔家要怎樣 孔家應該自己考得很好才對呀 你們基因不是很強嗎 那怎麼還連大學都得保送呢 在那個時代 大家還是有人敢講真話 所以鬧到半天 國立大學不能讓他保送 就保送了私立大學 到府仁大學 那孔德成先生好像有兩個兒子 我現在不太確定 我得再看看這書 兩個兒子都要靠保送 所以就鬧得很難堪 當然孔家的人是很有 很有羞恥文化 覺得我們不要再做這事 所以不是孔家人都很有學問 孔家傳到現在79代 沒有幾個人有學問 歷史上最有名的一個是孔上任 好像還有孔隱達 沒幾個人 沒幾個人 這世界是公平的 所以我有一陣子我提議 頒上提議 我也不會寫這個Facebook文章 被人家注意 我認為孔那個大城奉事官 應該是民選的 像我就有資格競選 對不對 我教孔子 你可以看我的錄影帶 我教得好不好 我至少可以當一年嘛 我提出 我學生寫的作業 如何振興孔子在這個中華文化的地位 我學生如果照我們現在 如果簡單算 有40個人的話 我們有10組作業 10組作業的意見在這裡 你參考一下 還有我孫某人的作業 有11組的作業 11組的那個想法 你想想看 我能夠輸人家嗎 I don't think so 我可能會贏 這樣才有意義嗎 能者出現嘛 而不是誰有血緣出現嘛 所以到了現在 這個大宗公司官 聽說論語都沒唸過 可是他就是因為他是孔子後代 那你要怎樣 這不符合民主的那個 民主 你看李運大宗篇 選賢與能 講信休目 有時候選官二代嗎 選富二代嗎 那都靠血緣的啊 到了這種民主時代 還靠血緣 那是丟臉丟到家的事情啊 還是有啊 你萬一有官二代 富二代 你自己多爭氣一點 那還行啊 不然的話靠著你的 父母親的避孕 那是沒有用的啊 你自己不覺得慚愧嗎 好 所以這個相傳的世襲化 這裡面是一個大的問題 那剛好這個黃靖興老師 歷史系的 他最近呢 他不是最近 他比我還早 我都沒有注意到 他研究孔廟非常早 他歷史系老師 在中研院歷史系兼課 比我大幾歲 我好像有跟他同修過一門課 還是沒有修過課 反正他那時候就很有名了 當學人時代 他最近在 復旦大學的一個四場演講 編成一本書叫 《皇帝如生於孔廟》 這本書台灣目前還沒有翻 沒有版 這是大陸的版 然後那天看到 人家傳給我的微信 他講在一個地方的演講 也是講這個孔廟的主題 所以這部分他的研究會比較多 那也是很值得參考的 然後最後第17週 上課的最後禮拜 講到尊孔跟反孔的歷史糾結 到底尊孔的人尊些什麼 反孔的人又反些什麼 我們希望做一個比較持平的分析 我當然有立場 像最近我們的台灣師範大學 有一個什麼師生叩拜禮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那我沒看詳細的新聞 所以我不太了解 然後就有人開罵 覺得這個開始在倒車這樣 因為我就不太能講 但你就可以看出來 有人認為這個師生歸拜禮 還是很重要的 孔子有說 只要你歸拜我 我就收你當學生嗎 沒有 所以這絕對不是孔子的想法嗎 對不對 那你說這是誰的想法 用意是什麼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然後我覺得還很重要的一點是 到底是不是自願的 我也可以說 各位同學你要我加籤嗎 行 跪一下 我這個課可是千人想要的 那你要礙於時事就跪我嗎 你上網去幹掉我比較快嘛 對不對 然後馬上我就變成紅人嘛 你跪我一下 你就可以加籤 有老師敢這樣講嗎 這是不對的 誰敢講出來 這都是不對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時代 跪已經對我們來講 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而且是侮辱人的東西 如果我們的祖先我們可以跪 我們的父母我們可以跪 我們的父母祖先以外的人 我們都不需要跪 對他表示敬意 真的不需要到那個地步 有人是幫人家洗腳 這跟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傳統有關 幫人家洗腳 像我就不願意人家幫我洗腳 我要去我乾脆去足療 幫我捏腳 捏完腳再搓一搓可以 幫我洗腳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看到有些人說 幫長輩洗腳 需要嗎 所以我常常覺得在這個時代 有很多人認為這是傳統 我個人不認為這是傳統 傳統要大家做得心服口服 然後做得很自自然然 而不是要換了一套衣服 然後那個平常 你也不是穿那套衣服的人 然後你忽然間要做出這種稀奇古怪的事情 然後說這是傳統 我們要恢復這種傳統 在我個人來看也都非常可笑 但是這世界不是因為我笑他 他就不運轉了 對吧 所以我們也希望看一下 冷靜的一下來思考 不像我剛剛這樣講 來思考我們尊敬一個人 說尊敬孔子我們可以做什麼 這希望從你們這代人 我的一些想法 還是我們那一代人的想法 你們這代人到底可以策劃出什麼 跟孔子有關的活動 那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這是我們大概這門課 想要介紹給大家的 不是宣揚你要來姓孔子 也不是要打倒孔子 這都不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就希望多認識孔子一下 這是中華文化重要的資源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資源 學習到這些以後 我們還可以去了解別人 認識別人 讓我們的世界更好 讓我們人也變得更好 我的課呢 不管開什麼樣的課 都只有一個目的 就讓我們變成更好的人 我們是一個更好的人 我們就會有更好的社會 這是我開課的目的 我就我回到那個 我們老師認為學生是什麼 你們是學生 我就是教生 不是嬰兒洗嬰兒什麼粉這樣 我是教你們的 教你們生是什麼樣的人 那我自己就必須對於生有些認識 那我相信孔子會給我更多的這個資源這樣子 好吧 那第一堂課就先上到這裡 如果下禮拜來有幾個 有一個作業是參觀孔廟的作業 希望因為快碰到孔子誕辰 所以你去的時候 可能先打電話問他們有沒有活動 有的時候在彩排 彩排好像還是開放的 但是有一次有一個同學呢 這個作業就照了一張相 就這樣 然後那牌子寫 今日什麼修館 我知道你們都很忙 你只有一天去 你那天去他剛好修館 你就這樣拍 然後那個作業我就讓他不及格這樣 我說我的目的是參觀孔廟 所以不開放你也得翻牆過去 當然這是比喻性的說法 不要真翻牆過去 你不能這樣子這個牌子 然後很不耐的樣子這樣 那學生非常聰明 那學生非常聰明 他後來作業都做得非常好 只有那個作業 所以後來我還是給他跟一般人一樣的成績 因為那是第一個作業 他覺得這樣很cute 我也覺得 但是 這是很surprise 我也surprise你沒有成績啊 這是應該基本的了解嘛 參觀恐慌你不能去不了嘛 你去 有人都去台南哪 對吧 我沒叫你去屈腹呢 你倒是包機了 大家就到屈腹去了 這是搞什麼 我跟哪個單 哪個什麼什麼什麼 旅行社有掛鉤嗎 對吧 我覺得在這個合情合理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已經告訴你了 學姐有犯過這個錯誤 但是學姐那個錯誤呢 有點可愛 但是希望你不要再犯 有人犯過了 你再犯就沒意思了 你還是去找一個時間去 如果能看到人家的彩排也蠻有意思的 就那三個問題 或者你可以反過來問我三個問題也行 有關恐妙的 老師你對恐妙很了解嗎 那我問你三個問題 那我也可以試試看 我可能會被問倒啊 因為你們常常有些問題不是我知道 那你知道嗎 我們的校長的名字跟恐妙有關係 知不知道我們校長是誰啊 楊潘池 潘池 孔妙的定制裡面都有一個水池叫潘池 這個你可以寫信給校長 說校長你的名字是這樣的意思嗎 一定是這個意思 不可能是別的意思 好 那沒有的話我們就到 今天就上到這裡